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好 大家早 大家早 好 據說昨天我們的現代詩人很有名的宜光中走了 然後 據說他是因為這次的一個流感 就是肺部感染 所以一天就走了 因為都把它當成感冒 那等去檢查發現的時候 其實肺已經感染了 已經沒救了 對 就是一天就走了 真的還不錯 而且蠻高瘦的 90歲 90歲還不錯 所以大家要特別 特別還是不要太大意 不要太 因為可能年紀大了 大家要把它當成一般的小感冒 所以問題還比較大一點 然後我記得我們的班長 他二姐十年前也是因為一直在咳嗽 所以認為一般把它當成感冒而已 所以沒有緊接到 但等檢查出來的時候 直接送入安寧病房 不到一個月就走了嗎 差不多 這個也是因為流感的關係 所以我這樣講意思是說 因為現在一個多變的天氣 而且這一波的流感看起來好像不怎麼樣 但還是要特別小心一下 就是普遍性應該是會乾咳 乾咳 要不要看個人的狀況 就是會乾咳 然後可能一般我們會覺得應該無礙嘛 可能把它當成一般的感冒性 然後據說筋骨會痠痛 筋骨會痠痛 對 等於有這些比較屬於流感的一些狀況的話 大家可能去注意一下 不要太大意 那真的跟平常有異樣的話 就要特別小心 要跟平常感冒跟平常不一樣 因為我這次也是因為感覺就跟平常不一樣 完全跟平常不一樣 所以有特別小心了 要是不是很特別小心 那可能問題更嚴重 已經很特別小心了 已經很照顧自己了 是啊 雖然說照顧自己 一般技術感冒的話 聲帶次上特別脆弱 但我們知道說 9號12月9號10號 懷疑論壇 對啊 我幾乎沒有什麼時間休息 對 一休息就有同學來找 然後一談 不但休息時間都用了 連論壇場次我都還被借用掉 還沒辦法進入論壇 一談都要談 一兩個小時跑不掉的 對啊 所以都要排班了 對 這種情 然後連吃飯都也沒辦法好好的吃 因為可能是喉嚨有點花眼 所以胸口上像你放棉棒很快進去 所以你很想趕快把它吃完 可是就是它就不進去 所以又吃得特別 又有人在等 所以不但沒休息連吃完都 都沒辦法好好的吃完 的這種情形 然後就一直都都都都都都都 一直講一直講 對 然後反正想到感冒既然這樣 就是不要去參加晚宴 不過事先報名了 然後又想到跟大眾可以多記一記 所以又跟大家研討會完 五點結束之後 又去聯香災晚宴 然後又到十點快十點才回來 你看這個好癢 這個還不打緊是這樣 因為還有一個同學還有論文要問我 我說那我們明天早上再來吧 所以我連十號都還留在台北 對 那六點半吃完飯之後 本來是要跟一個同學談一下論文 沒想到有三個 後來還有四個 然後又把他們連上了 三個多小時的華眼的課 對 因為這麼賣命我也不曉得 為什麼這麼賣命 對 那另一個的話可能感受到 同學其實華眼的基礎比較薄弱 基礎比較薄弱 所以他們對於那種求法 可求法的那種心事上是蠻迫切的 是蠻迫切的 是 那我們台灣還好 那像在大陸的話你想找到學華眼的老師 少之又少 對 所以大陸來的學法師啦 或是我們的大陸來的學生 博碩士學生 他們對那種法的那種可求性 其實非常的高 對 加上他們華眼都是 很難到有地方可以學 對 縱使有的話也沒辦法有系統的學 所以基本上的話 打不好 打不下基礎 那自己固精奮鬥的也是 摸手摸手也摸 很難摸出一條門禁出來 對 所以可以感受到說 因為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要把華眼寫出一篇好文章的話 相對難度很高 很高 所以可以知道的時候 他們對於法的那種可求性 非常的高 有一位法師 他們本來 十一月份在新福市 那邊研討會就已經見過 但可能沒時間還怎麼樣 我們一句 我們知道有這個人 但沒有一句話交談 然後這一次 不曉得是他們老師還是誰 跟他特別叮嚀 你到 你來的話 一定要趕快跟陳老師請教 所以他逮到機會就趕快 的這種情形就是說 他們那種因緣就可以知道說 其實他們真的年輕寫子的話 他們在法律上 真的有一種很急迫切的那種渴求性 對 那在新福市開會的時候 那個借床市那邊的方丈 就是普人法師 然後他講要不忘初心 然後我們台灣華眼聯社的院長 後來輪他講話的時候 他就說什麼叫不忘初心呢 就是左進華眼 左進華眼 對啊 這個也沒錯啊 問題卡在我們怎麼進去啊 現在的年輕人 真的很多人事實上 就是不曉得怎麼進去 對 那在大陸那邊不但是說 博士乃是博士畢業後 他們也想寫華眼啊 可是怎麼進去啊 就進不了門 對 那你送華眼鏡也不錯啊 你送了幾十遍至上 可能未必進去 這是來的一位學生 大陸來的一位學生博士生 他送華眼鏡已經送了十幾遍了 送了十幾遍喔 天天送喔 對啊 不簡單 然後對華眼的了解 恐怕要寫論文就 沒辦法寫出很好的論文了 太有限制了 對 雖然就是說 你已經送了這麼多遍的華眼鏡 可是你把它寫出一篇 有深度的一個華眼的話 恐怕未必 這個不是 不是你 你送完經你想學就可以寫出東西囉 對 這個 對 我們送的話 我們當然會送得很翻譯 但你不配自己看的話 可能還能律上光面還是有限吧 你不配合古大德 像法杖成官大師 他們的住宿論處 來了解的話 用我們本身自己的眼光 要掌握華眼的要義 恐怕沒說那麼容易 而且你要寫論文 你要把華眼的要義很精確 很明確 很有條理的抓住的話 掌握住的話 其實彈何容易 對 這個就是 對 就是說你有心想學華眼 也有心想著進華眼的這個禮義裡面 但其實沒那麼容易 對 真的沒那麼容易喔 是啊 這個大家可以想一想 為什麼華眼這麼不容易 不過也要看個人的姻緣 個人的根基啦 對 真的有時是你寫了很久 只要你還是在外邊邊邊繞而已 對 這個不太容易的地方 那有的人的話可能列廳之下 可能應該可以進去 對 這個我曾經我們在華谷 三早期就是中華活躍員所 還沒有成為華谷活躍學院之前 就是中華活躍員所 有一位學生 因為一開始的 因為我開了課都是天台的課 所以他也給我學了兩年的天台 然後第三年我開了華眼 他說老師 我比較喜歡華眼 也不是說他天台寫不好 可是他一聽的話 就覺得他喜歡華眼 他覺得那種華眼跟他的那種 那種契合度比較高 對 並不是他不愛天台 而是說一聽之下他說老師 我比較喜歡華眼 對 就是這個就是每個人的 因緣根基不一樣的地方 是 那對於掌握華眼 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實際上也不是我的看法 而是法葬 從他自遠大師 當然出主度是和尚 我們暫時不停 那至少說從自遠大師 然後法葬大師 其實他們對那種一跟一切的觀念 你要確確掌握到 不是開玩笑 不是我列一下一記一切一切幾一 就好了八個字 就是華眼的 沒那麼簡單 其實說簡單的很簡單 那個一 不要用我們一般世間的觀念 去了解那個一 不要以情為一來了解 一定要掌握元起一 元起一 元起一才能夠一切 那個一要是我們一般世間的觀念的一的話 鐵定不是一切 那是你顛倒之間下的一級一切 你的一還是二元對一的顛倒之間 你的一切同樣還是二元之下的顛倒之間 所以你一直練著一級一切 那鐵定不是一級一切 大家要好好掌握到這一點 一一定是因言所生化 諸法相互依存的一 能夠明白到諸法相互依存的那個一 鐵定是跑不掉就是一切 所以這個觀念不管如何 你一定要掌握到 這個是最基本的一個前提 我們學華眼的話 你這個一掌握不到的話 你讀了很多書 坦白講搞不好都真的還是在外頭 怎麼點不出來 我要給大家看見 對 就是這個圖 就是我們一開始上課的時候 一直從這邊切入 一直跟大家講這樣的觀念 這個一的話不是獨立自存的 它是跟它要相依因言才能夠成立的 對那我們講到說 我們到底多少元我們不知道 但是仿照法眼就是用10代表了10個因緣的這個觀念 對不對 所以一不能獨立自存 它要相依這個因緣 所以的這種觀念 那同樣這個10個因緣各自也不能獨立自存 這個可能我們在學伙上 近一層對於A1就忘掉了解了 它同樣也是不能獨立自存的 所以它要有它的因緣 對 所以依此類推的話 這個只是依此類推就表示方便幫了我們了解 所以一能夠成立 一定所有一切 以華言來講 同時要與之相應而成立 或者的話一不能成立 對 一一定不能成立的 一切 所有一切一切都要與之同時同步相應 這樣才有所謂的一 那這樣的一就叫一切 對 那或者不是 這就不可能一切 而且這個一變成你的顛倒之限下的一 對 那反過來看的話 一切也不能離開任何一個一而獨立自存 對 所以有一切一定有一 有意一定有一切 而且是同步同時的 因為我們以前推演過 那但是同學沒有上過的話 回到我們本身 從七年前 七年前嘛 對啊 快兩年 七年前四月份的時候 我們第一次上課 對整個華言的傢伙跟大家來介紹 然後尤其對這個觀念 因為我們本身上了法界觀念 五教子觀 十玄門等 所有一切一切 其實上都圍繞這個在談而已 整部華言經講的也就是這個東西而已 對這個是 法界觀念已經是幫助我們是一個捷徑 但這個圖是捷徑中是捷徑 對 而且你自己看法界觀還不見得看得懂 但你看圖很容易明白 對 這個是捷徑的捷徑 那會有這個圖的話 其實也是當時為了讓同學了解華言 自己矯健的所有腦汁擠出來的東西 對 沒想到往後教學上 同學因這個圖比較能夠接觸 了解到華言算是一個方便性 對 大家一定要掌握到 因為這個本來就是佛法的一個很基本的道理 也就是延企 延企就是說沒有一法能夠獨立自存 對 都是相互依存的關係 那相互依存的這個關係到什麼一個程度 不是三個圓 四個圓 五個圓而已 所以以華言來講的話 所有的因緣都有關係 所以從這一點來看的話 對於引起了這個觀念 可以說到華言的時候 已經把它淋漓盡致的一個展開來了 往後的人大概很難 之前經文類類有 可是沒有把它當成一個 把它構成一個理論上來做一個論述 所以形成一個華言的一個中派 華言中中派的這個情形 這個是一個不簡單 那我們了解這個圖之後 其實上再去讀華言經鐵地有幫助的 對 所以在每一個法都是彼此相互依存 當下當然 當下就是性空啊 延企無自性嘛 所以我們說它是空啊 哪有在這個之外再找一個空的 對不對 在找一個空 所以以修學來講的話 用空主要是破我們的顛倒劍 對 那整個顛倒劍破除之後 其實法的如實相就朗線了 法的如實相是什麼 用活話來講就叫緣起 對 用華言來講就叫法界緣起 不要再找什麼東西 法界要找什麼有的沒的 對啊 人真的滿複雜的 簡單的都不要老是弄一些莫名其妙的東西 是啊 那這個是非常非常的一個重要的地方 所以大家 其實學法的話 其實我們要講的就是一個俏文 你這個俏文一定要掌握住 或者的話 看了很多文件 看了很多的資料 其實有時候都是越看越糊塗 真的說都是越看越糊塗的這種情形 是啊 好 這個就是給大家了解到說 其實這個基本的觀念 那場長一般講說把空跟有對立或華言跟空對立 那要是這樣落入顛倒之間還會有華言嘛 對不對 大家可以好好的去思考 只是一法的一個多變性 華言 用華言來看的話 其實就是要表達的話也可以用真空表達 因為你看到這個圖 其實一句話可以不用說 就是如此如此這般 對 那你要進一步去論述的話 那就叫屢是無愛 不然就叫著偏寒 都表現在一個得用的這個部分 主法的相吉相辱 對 說三個也可以 說一個也可以 不說也可以 就是這樣 對 大家要明白就是這個東西 所以法界觀是真的非常的重要 對 那會有這個圖 實際上我也是得志於法界觀的一個觀念 還有十玄門 還有我們那個五教之官的華言三妹妹 實際上這個圖是綜合了很多東西 出來的東西 大家 要好好的把它印在腦海中 對 然後掌握很基本的道理 實際上就是圓起 活法最普遍講就是圓起嘛 那為什麼說空 因為無字性啊 所以叫它空啊 不是引起性空有兩個東西 大家不要搞分了 不是兩個東西 這是一法的兩面性而已 但我們常常在寫這個東西的時候 常常又會切成兩塊 多少人 多少學生他們都是這樣 都把它切成兩塊 那這樣不管去了解空還是了解有 肯定都會出問題的 不出問題才怪 對對 所以我們知道說 基本的一個道理 其實就是要掌握住 而且這個本來就是 佛法最基本的東西而已 對 從初期佛教 佈派到大聖佛法 到中國佛教 來自藏傳 南傳佛教等 這樣講的就是延起而已啊 但著緣點不一樣 初期佛教 佈派佛教 把延起比較著眼在我們的一個生命流轉上 對 最只要破我們的凡乎外道的支劍 不如使去了解到我們的生命是因緣所生法 不了解 所以用這個來破我們的凡乎外道的一個顛倒劍 所以以延起來對峙凡乎外道的顛倒劍 然後另一個解脫我們的生死輪迴的問題 這個是初期佛教非常著力的地方 但對於緣起的這個 緣起所生法這個法 其實它把它當成有了 所以對有生死是極為恐懼 要急著要去處理的問題 是 所以的這種情形 就是比較那到為世的話 它會強調因緣所生法這個有 只是是有假有 不是真的不是實有 緣起的這個法事實上只是是有 對 依他其境相識而有而已的這種情形 那剛剛更進一步講了 緣起這個本身 緣起本來就是空的 對 所以一般會講以法戰大德來講的話 中間跟緣是對於一個緣起的這個道理的透徹性 其實還是中間生意錯 緣是比較扮演在教化上 對 因為他還是要立一個阿賴也是 然後還立一個 那個淨空四游的這個部分 所以感覺不是那麼的拓 不是那麼的拓 這個法藝的教理 那個義理的一個掌握上 其實畢竟中官還是比為世勝一錯 對 那在教化上 可能為世會勝過於中官 這個是重點不一樣 並不是水好水壞 而是說不同的經讀不同的宗派 他的一個用心點 著緣點會不一樣的地方 也不是說水要期待水 的確有他本身特殊的一個地方 我們學法要學到他的特殊的地方 並不是起一個然後抹殺另一個 倒也不必要 因為所有的這些教化 其實還是隨順英言應應眾生的根基 而做了一個施設而已 對 大家要明白這個道理 所以法法真的都是平等的 對 都是英言 那既然是英言的話 法法其實認為一個教化 他彼此是無葬無礙的 那這個對於這種無葬無礙事實上也是 是華眼最擅長發揮的對不對 的這種情形大家可以去了解 所以可以知道說 為什麼一般都形容華眼是富貴之經啊 華眼像大海啊 真的 你可以慢慢感受到 會讓你真的沒話可說 他就是擔任扮演這樣一個角色 真的像大海可以融百川 而且不妨礙百川的這種情形 是啊 那就是說 這個也可以像是一個大海嘛 對 萬萬事實上他都 因為華眼不能捨一法 捨一法鐵定就沒有法 這個延期就沒有華眼 所以鐵定不遺漏一法 對 乃至所有的教法 教門等等 華眼也都不捨 對 這真的是一個大海 大海 大家可以明白到這樣真的是 一個大海一樣 是啊 那在跟前兩天在跟同學講部 在講華眼的時候 他們就問到一個問題 他說老師 不是說 一層一切層那活都成活 為什麼我們還當眾生 你們認為呢 我說一層一切層是活成活的 不妨讓你繼續流轉你三界 不然就有愛啦對不對 你可以看到 沒有錯啊 法的如實像是嚴謹 是法界嚴謹 但謎的話 你當然繼續當眾生啊 那你覺悟啦 你就當佛而已啊 佛跟眾生哪有會妨礙 但我們一般的了解的時候 我們會比較用有無生命去了解 都已經成了 那就其他就沒了 這個還是落入有無生命而已 對對還是屬於我們一般的生命之間而已 有無之間 對真的一層一切一層 活成活了不妨讓你繼續流轉你生死 大家好好去思考 我們講我們是法界 但你迷的話你就去繼續生死 但你還是法界 你還是言起還是法界的言起 那佛只不過誤了這個言起的道理 這個法界的言起啊 所以成佛啦 哪有衝突 大家不要把佛跟眾生又割裂了 沒有衝突的 所以要了解華眼是要這樣去了解 並不是把它割裂開 用有無的一個斷魅劍 常見斷魅劍去了解 了解華眼的一己一切 對這個是很重要的 雖然也許你可能 讀了不少華眼的書 而且寫了華眼紀念 但你這個觀念沒有掌握的話 其實往往在理解華眼的時候 還是用我們世間的有無 真跟簡 對啊 活成了我們應該不再當眾生了 只要你迷的話繼續當眾生 對只要你決就是當佛 對 那對言起來講的話 因為迷言起嘛 所以繼續流轉 對 那悟的話悟言起所以覺悟了 所以法界也延起 對 對正義無法都是延起法界 沒有真也沒有解 對 不妨按你繼續當眾生 大家就可以明白 那明白之後要知道說 怎麼去用心 怎麼去用功夫了 對 在於你自己 你到底迷還是物 覺還是不覺 不要把佛樹的高高在上 只不過是個覺者而已 覺悟什麼 以佛法來講就是覺悟緣起 也就是法界緣起的道理 我們都把佛捧得高高在上了 又把它跟眾生對 它哪是什麼高高在上 當然也是啦 從解悟來講 對比我們法務當然就高高在上 但這個 這個還是我們眾生的一個之間上 把它捧這樣的 它本來只是一個覺子而已 對對 當下的世事物的一個覺躁 自覺覺它的一個圓滿上 世上就是佛 就是自覺 就是覺 所以我們講 換成叫佛達佛達 佛達就是覺的意思啦 覺悟的意思啦 對對 不再浮屠 那你就是佛了 那你是佛你不再浮屠 不影響眾生繼續浮屠啊 眾生還願意自己願意去浮屠的 如果那是它的世然 所以管不了 對不對 那我們當然 我們只能盡力說 讓有緣的人 也去明白到這種緣起的道理 讓它走上了這種觉悟之道 菩提之道 並不是我們不管 而是 你自己願意這樣氣糊塗的話 有時真的也是莫可奈何 諸我菩薩雖然勞以施命 但有時也是莫可奈何 大家要了解這個道理 所以我們講這麼多的話 這個一根一切都不了解的話 當然也要慢慢來啦 但是這個就是要先掌握到的一個前提 掌握到的一個前提 好 那我們上次講到那個佛種信 也就是我們已經的一個 當跟大家在講的這個 守全差別的第二個部分 佛種信的一個問答題 因為這一部分的話 比較複雜的就是 三聖對佛信的一個看法 三聖對佛信 三聖對比小來看 就是它就這樣子大聖的意思 所以一切師弟裡面的講的 聖文帝啦 元絕帝啦 菩薩帝 這個聖文元絕不要把它當成小聖喔 它是大聖裡面的聖文元絕 不是一般的小 好 大家要了解到 那對於這個大聖佛法 這個三聖佛法 它們對於佛種信的一個看法 就一般我們講的佛信的看法 事實上 使教 像一切師弟裡面講的就五種信 事實上就是有一類的眾生不能成佛 然後它們五個種信嘛 就是菩薩種信 聲文種信 元絕種信 還有在這個三者之間不定的叫做不定種信 然後沒有一場敵人 就是沒有 永不成佛 這個叫沒有佛種信 沒有佛種信的正點 就是五個種信 所以對於佛 佛性的一個掌握的話 就是有一類不能成佛 對 那定性生文元絕的話 其實也只能成就那個生文元絕而已 對 所以成佛就是菩薩種還有一個不定性的一個部分上 所以等於對於這個 也算還不錯 但至少就是說它還有一類永不成佛的這個部分 對 就是可能在一種教法上 它為了鞭策我們的一個經濟努力 要鞭策我們對於佛法的一個誹謗性 所以有特別講到這種沒有種信的這個 因為這個是誹謗三寶的話 這個或照五無間地義等這一些 事實上都是一種屬於一場題的一個密容 所以這個是在一個教法上 它有一個蠻重要的一個鞭策的一個作用 對 那恰恰相反的就是 到宗教這一部分的話 就是一切眾生都有佛性 佛性 那的這個部分 所以這邊是有一類的眾生不能成佛 那這邊說每個眾生都可以成佛 對 差匪就在這個地方 對 那所以相關於這個本身 有關於一切眾生都可以成佛 還有一類的眾生不能成佛的這些論點 在這邊說展開一個蠻複雜的一個論述 對 那因為宗教的話 它就是 它的一個 它本身又比較著遠在有情的眾生 所以叫一切眾生 不包括花草樹木 對 就簡別的無情 對 不然的話 從一個所謂的真空之禮 平等以未來看的話 其實應該遍及一切情以非情 對 那宗教的話 它偏重在有情的這個部分 決心的這個部分上來談 對 那已經相當不錯了 對 那到一聖教的話 就情以非情 事實上都有重心 那我們也講過 事實上 這個後面再講好了 那大家先掌握到死教的話 因為上次論點裡面就是 一切是地論 一切是地論的那個五種性的一個說法 那另一個的話 它在探討這個部分的時候 就要有處理到 習種性跟性種性 一切是地論的那個習種性跟性種性 對 那這兩個 不能當成兩個 它是 有一就有二 同時的 不能拆開來 這個是蠻特別的 對 就是說強調 眾生有性種性 可是你的性種性 有菩薩種性 但你的這個菩薩種性 一定要去修 修六度萬恆 要你有在做的時候 才能說你有菩薩種性 你沒有做的話 是一句空話 所以它是從你的行為上來檢驗 來判斷你有沒有活種性 你只要有六度萬恆 這個部分的一個印作就有 因為能夠啟動你的六度萬恆 就是因為你有菩薩種性 所以兩個東西同時是連在一起的 不能分開來的 這個是論點 也就是一切是地論裡面 特別強調了 那在這一部分裡面 恰恰在講習種性 性種性的這一部分 其實仁王經跟本業經 跟一切是地論的看法又不一樣 又不一樣 對 一切是地論是 要做 那就表示你有 因為你會這樣做 就是因為你有菩薩種性 所以你會去修若若萬恆 所以你 但要看你做的時候 就表示你有 對 那不是無緣無故的 就是說它就是因為你 你會做就是因為你有菩薩種性 可是你不做的話 不能講說你有菩薩種性 這是一切實力蠻特別的地方 那仁王經跟音樂經 是要你去做 但不肯定你有 但要做很久 成熟了之後 才有信種性 所以你在做的本身這部分只是 三行位裡面的十處形 然後等你成熟的時候 叫做信種性 那就已經進入了十行位 那再往上的話 就是十回一下就道種性 道實地叫聖種性 然後再往上就等絕種性 然後妙絕種性 所以大家可以這樣來了解 這個是上次我們講的雖然一大串 但基本的觀念就是一個 一切實力論裡面的信種性跟習種性的一個看法 然後一個就是對比於仁王經跟本業經 它本身的一個不同的一個看法 所以有點複雜 有點複雜 那喜歡探討問題的人 其實應該是一個不錯的一個複雜點 對 就是說法杖在這一部分的話 把佛教進入裡面這麼複雜的一個 有關於佛性的問題 其實還蠻解免二藥的 對 還蠻解免二藥 可能讓我們在詐讀之下的話 會感覺不好 因為比較不好掌握 因為它有點複雜 是有點複雜 因為論本來就有點複雜了 對不對 論有點複雜 就要對比一個經 人王經等這一些 事實上不同的經論說法就不一樣 並不是哪一部經對 哪一部論對 不是對錯的問題 是偏重點的不一樣 而且因為偏重點的不一樣 法杖的看法 而且經經都還可以互補 對不對 對啊 因為人王經的話 你做做做 然後做一個程度才有 可是這樣感覺還是 我們會問啊 要是我只會做 我原來沒有的話 那不是怎麼會起動作 所以論的話就可以補經這一塊啊 對不對 是啊 所以這個就是不錯的地方 這個就是大德他們看問題 其實上還是視野還是蠻寬廣的 大家可以去 了解 好 那上次我們是講到第三個問答題 好 第三個問答題的部分 是 對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講到那個 一切司令跟仁王經等他們之間的關係 事實上 就是以一切司令來講的話 習種信 信種信 它是互為延期的 對 只要你有六度萬恨的這個行為的話 就代表你有菩薩種信 對本身就有 因為不然你起不起六度萬恨 但你的六度萬恨 你的這個菩薩種信要透過你的六度萬恨來肯定 所以兩個是相互依存的 不能單一的 單向的來了解 這個大家要掌握到這個觀點 這個是的這種關係 好 這就是我們上次談的一個第三個問題 所以他講的二者就是 習種信跟性種信 他彼此是不相捨離的 不能單獨講性種信 但有習種信就鐵定有性種信 所以叫做 此二互為延期 對不對 好 那你沒有做當然就沒有 那你只要有做鐵定就有 對對 那一產禮都表現不出來 所以在以起司令論 就是因為你沒有表現出來 所以你就是沒有活種信 對對 就是你沒有表現出來的這個部分 大家可以了解 所以從這一點來看 從你的行為表現來看的話 也可以說得通 對 也說得通 因為你沒有做 我怎麼可以知道說你有佛性 對 那也因此可以叛有一產禮 對不對 就是我也是講的五種信裡面的五性眾生 因為它是透過你的一個行為 作為上來看的 你沒有做當然就沒有 對對 那這個的確有扮演了一個很 很強的一個教化作為 就要鞭策著你一定要去做 不是嘴巴說而已 你要透過實際的行為作為上 來說我有菩薩種信 對 我可以成佛 對不對 你都沒做的話 那等於是空口一計畫 這個是比較從作為上 是 事項上來看 那我不太靈光 還好 那我們來看第四個問答題 那透過前面的這個問答題來看 他說想說那要是這樣 那應該全部都叫不定種信 既然要看你的作為上 就叫不定種信 怎麼會變成分為五種呢 對不對 有做有 沒做沒有 那就不定 但他法戰怎麼來回答 對 或是論裡面他們的來回答 其實也就是透過你的作為 其實才能夠成為五個種信 對對 因為譬如說 因為你的作為本身的話 你去行六度 六度行的時候 對 那這樣的話你去有菩薩種信 對對 你有行六度行 所以你從你的作為 對對 那你行六度 那這個叫菩薩種信 從你的作為 然後你到了那個 軟頂忍式第一法 這個忍法 對 四加行裡面第三個忍 忍法的一個不退者 那麼表示說 你有身文種信 對對 你的作為 對 所以因為透過你的作為 所以有行六度 你的作為行六度 所以有菩薩種信 你的作為去修四加行到忍不退位 所以有身文種信 對對 那這邊有一個疾症 對 那這些就是說 呃 因為這個稍微 對 大資讀論裡先引用到 軟頂忍 還有一個視第一法 就是所謂的四加行 對 那那身文的話到忍位的時候 就達到不退轉 對 那大資讀裡面在解釋那個波羅經 對一種 呃 菩薩史地 那個是呃 呃 共史地 共史地的部分 就有一個叫信地 就是所謂的呃 前會地 然後 我把它點出來 上次有給同學的這個資料 因為往後我們可能有這些還會用 待會有更正 我們下次再來更正沒關係 你們都有帶來嗎 沒關係 我們現在還不會上到 但就是要跟同學稍微看一下 我們有看到信地嗎 信地 第一個就是甘惠地 第二個就叫信地 這個是波羅經裡面有這個共史地 波羅經還有一個叫不共史地 共史地不共史地也是大資讀的分法 共波羅不共波羅 對這個 那這邊的話用天才來話來說的話 這個共就是通聲文元學的 所以叫通教 大聖法可以通聲文元學的這一部分 叫做通教 然後這個通教的話 就構成所謂的死地的一個修行觀 死地的修行觀 對對 可是我們剛剛講的信地 對 那 那聲文到人位的話就進入到這邊 到這邊 對 那後面還有八人見地 波利利利利 以半地 譬如說菩薩地 第九個就叫菩薩地 對 然後第十個就成佛了 這個跟一切事頓又不一樣的 對 好 這邊就一切事頓是在 用華遠那個死地 到法因地之後還要立一個 那個如來柱 如來柱的地方 那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對 是 好 以後你們三個也可以帶 因為可能我們還是會用到 那下次我們再來更正 有些地方 當時學生幫 不是 原來的稿 他們本來就 不是 就有一點點小小狀況了 對 就這種 當時好像寫明法是有檢定過的 但就是這張錶是原來舊錶 後來不太好 就學生也幫忙打 所以有些地方 稍微有點點出入的地方 好 這個是還蠻重要的 就是在一個修顯道上 菩薩道裡面有共生文原訣的法 那波羅經有共波羅 就是指三聖手共法 不共波羅就是獨顯菩薩 就是華遠講的那個死地 翻血地一直到法因地 就是不共 不共就是已經進入 直接顯大聖法 就要獨顯 獨顯大聖 那這邊是 這個死地就是可以共生文原訣的一個部分 對 所以我們剛剛講到 生文的一個地 就是軟味的忍味的時候 就是屬於信地 大家可以這樣來看 好 這個就大聖裡面講的 那因為我們全面在介紹生文嘛 達到忍味 就表示你有生文種姓 有生文種姓 大聖有這樣講 信地 就是實地裡面 共實地裡面的第二個 那善戒經的話 善慈經 事實上這個是早期南北朝的時候翻譯的一部經典 那也就是後來玄奘大師翻譯 余且實地裡面的菩薩地的一個部分 余且實地裡面的菩薩地比內 這個內容還更豐富 這邊的話等於說 在余且實地裡面的菩薩地的 因為余且實地論 閒障翻譯的 唐朝翻譯的 還沒有翻譯出來 其實也有 等於說南北朝的時候 也有類似於余且實地論的一個部分 菩薩地在流通了 菩薩地 那只是說完整的是玄奘所翻譯的那個余且實地論 那這個只是一個余且實地裡面的部分而已 也就是菩薩地的那一部分 好 就有講到 若得是第一法也可以叫第二種 第二問 就我們剛才叫信帝嘛 因為是世家型都屬於信帝而已 世家型 然後要開始斷貨的時候才進入八人帝 八人帝 什麼叫八人 這有點複雜 因為講這個是有點複雜的 以後我們會稍微有時間會跟大家帶 因為初期不派佛教所講的那種 聲文的一個修行道 所謂有十六星成就 十六星 對 然後 那第十六星還未成就之前就叫八人 八人是什麼 八字人跟七字 所以八跟七加起來就叫八人字 就是八人帝的這個部分 這個是都是一個名詞 但這個修行道 然後 嗯 這個 下次上到我們再來上好了 對 是蠻重要的 是很重要的一個一些觀念 可是再講下去都變成你們可能聽的都是名像而已 對 因為我們等段後分歧等那些再來講 然後下一個的話第三個單元講那個 呃 行位那些的時候再來補好了 對 只是跟你們講說就是所謂的 八字人跟八跟七字 對 就是說道類字還沒有贈得 沒有應該道類字還未贈得 對 十六星裡面 那種的這個就叫十五星 那十五星的魚 以阿羅漢 也就出國阿羅漢虛頭凡來講叫虛頭凡向 然後到建地的時候 成就十六星斷破了三界的八十八品建貨叫做建道 也就是建地 對 那其他的話 就以此類推 以此類推 意思說這邊的話 這個我們就不再細講 先暫時這樣好了 對 是 好 這個是比較屬於名像 到時候我們有 講到後面有講到行為的那些段或分析需要的時候 我們再配合一些相關的資料來跟大家介紹 因為很多 這個 這部要講的話都要講 講好幾個小時的 要細講要講好幾個小時 那直接讓大家有這個基礎觀念 這個都是整個跟修行道貫穿在一起的 配合整個一個法藝 然後配合修行的一個方法 然後貫穿了整個一個修行道 對 也就是說菩薩共生文元絕 所以我們知道到 到這邊一半地就是生文地的一個成就 辟之火地就是元絕地的成就 再上去的話就叫菩薩地 然後再上去就叫佛地 也是這樣來的 所以整個一個大生活法 共生文元絕的一個修行道 前面就共生文元絕嘛 到這邊第八就是共生文元絕 第九就不共了 那成果當然鐵定的不共對不對 大概是這樣 那剛剛講字論還有善界經都有講到 第二位就叫信底的這部分 那同樣記者論也有 記者論也是佛派佛教非常重要的一個論著 就是世青菩薩的一個論著 他就講到得順解脫分善跟畏方的說信 也就是說我們本身要去修 然後達到一種他們有所謂的一個資良位 就是要資良位就是說 我們要修五庭新觀試煉處 別種試煉處 總試煉處這一部分 事實上就是比較屬於 所謂的一個順解脫分 然後進入軟定人士第一法 叫做 這邊是順解脫分 就進入所謂順解脫分 這個部分 這時候是專有名詞 所以等於說 以記者論來講 也就是說我們要修資良位的這種 順解脫分的這個善根的時候 達到這個地步的時候 才叫說我們有身穩重性 身穩重性 這個都要透過你實際去做的 不是嘴巴縮的而已 而且要達到一個就是順解脫分 或是達到軟味 對 這個已經相當不錯了喔 以修行來講已經相當不錯了 也是不錯 好 所以這邊就講到順解脫分者 未定能感內盤 因為你能夠進入這個狀況 鐵定可以成就內盤了解脫生事 對解脫生事 此善生矣 另比有情 名為身中有內盤法 對這個就在一個 深穩 深穩的一個修行道來說 已經進入了順解脫分的這種 武廷新官四殿出的一個修法本身 事實上表示說 你可將來可以進入內盤 成就內盤 沒問題 對 是 那就表示說你有身穩重性 好 好 那我們再來看 今天怎麼不太靈光 好 讀訣 讀訣 它這邊就省內了 讀訣的話 準此之 事實上也就要進入四敵法的時候 它這邊沒有在特別在收兵 等於可能對他們來講應該是常事 對就不用特別說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說 透過剛前面的這個部分 也就透過六度萬恆的一個修行 到了堪忍位 所以說有菩薩種性 透過釋迦行的修行到忍位 說明有身穩種性 對 那透過修行進入了四敵法的時候 說明有獨覺種性 也就是嚴覺種性 對 所以依此而說的話 那麼 因為因緣不一樣 不太靈光 因為這句話放在這邊不太好 可以剪吧 剪下來 剪下來 都不怕人說算了算了 好啦 這句話事實上等於是 對前面的三種種性的一個說明 一個小節 對 因為一個是六度 一個是忍 一個是四敵一法 對對 所以 因為這樣 對 從這個作為上來表現出 所以有菩薩種性 聲聞種性 元節種性 那這句話等於是要 放在這裡 等於把這個三種種性 一個小節 甚至一個小節 放在這邊就比較不妥當 好 行 因為早上這個電腦有被我摔到 不過還可以用就好 阿彌陀佛了 是 好 那什麼叫不定種性呢 等於是 前面的這三種 我們把它定下來 前面的這三種 你可能都在修 但你還沒有達到那個 看忍衛 還達到忍衛 還達不到刺第一法 那麼表示說 你有在做沒有錯 可是你還達不到這個程度的時候 就叫不定種性 你有在做 但你還達不到看忍衛 達不到四加寫裡面的人衛 達不到四加寫裡面的是第一法 那麼這樣的本身上表示說 你還不牢固的狀況下 所以叫不定種性 所以不定種性是指 你三個可能 你都有在做 但你本身還沒有達到 程度還沒有達到 所以還在未知的狀況下 這叫不定種性 那無有種性就是沒有佛性的眾生 就是說你三種都沒有 所以這個是三種 你還沒有達到三種的那個標準的時候 叫不定 那你都沒有 完全都沒有做 這前面這三種你都沒有 那都沒有表現出來 那麼就叫前衛修行 所以沒有佛種性 所以沒有佛種性 好 對 所以因此 由此當之 諸聖總信 這一救喜 就是說從 救喜就是說 都同你本身的一個 實際的一個行為 作為上來看 對 對 是 好 所以到了 修六度 到了那個看人 對對 那其他等等這些的話 所以 因 就是從你的一個作為 行為上來看 所以這個叫做 只要是使 使 使教 對一個佛種性的看法 它是表現你的作為上 你表現在 六度萬能道看人位 所以菩薩種性 你修行達到了 四滴 人位 就是軟點忍四滴法的人位 你修行達到了 四滴法位 這個都還是透過你的作為上來看 行為上來看 接救喜嘛 就是你實際的一個作為上來看 那還沒有達標的 這個叫 不定種性 那完全都沒有做的 就叫 沒有種性 沒有佛性 對 這樣大家可以了解吧 這個是 以切式對論裡面 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對 那以這樣的 的一個五種性 比較從行為作為來看的 來說明眾生的一個 根性的一個問題 這個就是比較屬於叫死教的看法 死教的看法 好 下一個 好 下一個的話 應該 我看時間也到了 我們就休息一下 好 那我們就 繼續 然後進入剛剛講的第五個問答題 就是死教有關於佛種性的一個問答題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嗯 問答題是在於說 指我們的 儀位 就是指我們凡夫 凡夫的話 就是 還沒有去做 還沒有去修行 還沒有去做 沒有修六度啦 沒有做 五庭心關試煉處等這些 都完全沒有 對 那就問到說 肉儀位 只我們返回都還沒有開始 對 那就無習就是你剛剛 就是我們講六度啦 四戀處 五庭心關等這些 你都沒有去運作 所以 從你的行為上來看到 你都沒有 所以叫無性 無習就是無性 對 你沒做就是沒有 對 那他問的問題就是 無習就是無性啊 對 對 那要是這樣的話 等 等到以後 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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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做了 怎麼會有呢 你本來就沒有啦 那以後做會不會有 對 而且他問的是這個問題 一個是從你的行為來看嘛 那無習就無性啊 那表示 行為上 你沒有表現 就是沒有 那現在是沒有的話 那總是以後 我去做了 是不是 是不是 就是 就是說 或以後嘛 總 就是假使 有去做了 怎麼會有 我現在沒有 那我以後做的話 怎麼會變成有 我現在已經沒有 怎麼以後怎麼會有呢 他問了 問了 你現在都沒有的話 以後怎麼可能去做 怎麼會有呢 對 他問了這就是說 現在沒有的話 以後怎麼可能會有 對不對 對 就是你有那個總 總子才會 然後我們看他怎麼回答 對 等於他思考上的問題 這個變成說 我現在沒做就沒有 那 那我既然是沒有 那也不可能以後有做啊 對不對 對啊 總子以後做應該會 怎麼會變成有 還是沒有啊 他就比較屬於 從有無上來看 對吧 有無分開來了 那實際上 這個不是一切神經所講的 所以我們來看 他的回答 在回答上來說 先 先直接去回答說 有喜 非是無喜味 你有做的時候一定會有了嘛 對不對 是啊 所以有做的時候一定會有 叫做有喜 常橫有 那你不做的話 無喜是橫無 你只要有做一定會有 而且 對 很有 常橫有 那只要你不做的話 那你永遠就沒有 對不對 是啊 然後接著法 法障這樣講 既不以無喜而作喜 對 因為你沒有就不可能有 對對 亦不以無性而為性 你既然無種性 當然就不可能無 就有何種性嘛 你沒有去做 那當然你就不可能有 有嘛 也就是有這種行為產生嘛 對不對 那你 既不以無喜而作喜嘛 亦不以無性而為性 也就是說 不是以無喜就 無喜 就不是用無喜來判斷 也不是用無性來判斷 這個部分 上次我們一直談到 這喜跟性 喜種性跟性種性 有一切實際來講的話 是兩個是連在一起的 所以 所以才叫 不以無喜而作喜嘛 對對 不以無性而為性嘛 也就是說 沒的話 就不可能這樣 沒就這樣 對 好 所以 以分為差別故 也就是從這個表現上來看 然後隱正的話 隱正的話 內容稍微多了一點 這個就是像 遺產體的話 事實上在內盤經也有講到 內盤經也有講到 三種人必盡死者 以遺產體無佛性 也就是說這種 必盡死者這種 就是人 我們就講到 就強調就是說 沒有佛種性的遺產體 對 那經文怎麼講 善男子 遺產體被 若遇善有 諸佛菩薩 文說生法 極以不易 極不得離 遺產體心 何以故 斷善更故 因為我們講遺產體就是 看不到他有善的那個部分了 所以遺產體被 易得阿諾多諾三秒三菩提心 對 因為這個就是 內盤經裡面有講說 遺產體無佛性 那有的類似講說 易產體是不是也可以 成佛的問題 所以則何 若能發菩提之心 只要你有菩提心產生的時候 就不叫易產體了 那你不發的話 當然就叫易產體 對 所以善男子 以何言故說 易產體成 得阿諾多諾三秒三菩提 對 然後易產體被 死不得阿諾多諾 當然會叫易產體 就表示沒有 所以不得阿諾多諾三 那只要能夠發菩提心 就不是易產體 對 那還是從一個 跟一切實地律裡面那個 這個部分應該還蠻類似的 就是從他的一個做不做的 那個發不發的那個部分 因為你會發起 實在表示你有佛種性 才會發菩提心 那既然你會發起菩提心 對 好 如此這樣 那這個的話都是在一個 內盤經裡面講的 是 應該直接引一些經文 對 那要是大家想詳細了解的話 可以去看內盤經 我們透過Cbeta去搜寫 應該都還蠻方便的 好 那接著的話 所以從這邊來看的話 他就一個小小結議 就是說 就位前後有無恆定 有無恆定 不相由也 這只是一個小結議而已 這個是整個的一個問答題 有關於那個死教的這樣一個佛種性 其實在這部分的篇幅裡面也不少 然後論述的一個內涵自上 也可以說有點複雜 有點複雜 還不只是這樣 有關於死教的論點 事實上後面在談宗教的時候 有些還會對比到死教來 還會在論述的 所以相對來講 死教的這種五個種性的這種論述 事實上等於在這火種性裡面 篇幅佔了最多的 事實上還佔了蠻多的 好 那我們接著來看一下宗教 宗教的一個佛種性的看法 因為它主要依真如性 真如性的話 一般我也是類似我們講的佛性 或叫如來葬性 事實上 其實還不只是這樣 還應該還包括的法性 不過它至少就是以真如性 來禮的這個部分 禮 就從這個禮來看 真如的這個禮來看 那因為聘一切 所以說一切眾生有佛性 對 那所謂聘一切 它剛剛講 後面我們會處理到 它簡別要有情眾生 要是以真如法性來講 騙一切處 事實上應該還包括了無情的眾生 那以宗教 就只講到眾生才有佛種性 一切眾生都有 這個是屬於宗教 講到情與無情都有 那已經超出這個範圍了 那已經進入原教了 這個要有這個差別 雖然說同樣依真如 可是它的真如是指 僅僅指 一個一切有情的這個結訓的這一部分 那從真如這個法性這個禮來看 事實上應該騙一切情與非情 不是只有有情眾生而已 那所以僅僅講到一切有情眾生 才有佛性這個是屬於宗教 對 那講到大部分人都有 可是有餘類沒有的 這是屬於宗教 對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好 那引用相關的經論裡面講 這個我們的一個佛種性的話 就像大宗裡面講的 白石有銀性 因為它會白就是因為有銀嘛 黃石有金性 因為它有黃金嘛 所以才黃石有金性 對 那水的話因為是濕嘛 有濕性 火的話是熱 對 有熱性 就等於我們的佛種性 就像白石有銀性 黃石有金性 水有濕性 火有熱性 對 那以此我們說 那以此我們說 一切眾生有佛種性 有涅槃性 是從這樣來看的 一切妄是無不可歸至真性 這個真性就我們講的真如性 真如性 真如法性這部分 因為一切妄是讓本身也不離真如 也不離真如 所以縱使眾生在迷惑顛倒 但畢竟它的這個真如本性還是在的 各位 顛倒只是它的妄想顛倒之首 但不影響到它的這個真如 真如性 就真性 好 所以故如今今所言 眾生意而 西皆有心 凡有心的 定當成阿諾多諾三秒三菩提 以示意故 我常先說一切眾生皆有佛性 對 就是真如片一切眾生嘛 所以縱使眾生在迷惑顛倒中 但畢竟還是真 還是有真性的 那從這個有真如性來立 一切眾生皆有佛性 也就是從理上來立的 但它這個禮 這個真如性就極限在有情的眾生 有情眾生 不包括三合大地 無情的眾生 好 那道理我們已經了解就是 對 因為從真如性立 一切眾生都有佛性 那後面的話有幾個問答體 同樣也有五個 那我們要一系來看 這邊的問答體比前面又更複雜 還是更複雜 對 有的還很長很長的 挺複雜的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剛剛不是講到說 諸有心者必欺得阿諾多諾三美三菩提 那這個問答體就是順著這個來問的 就是說 那佛亦有心亦應當得 那若言佛雖有心更會當得即是無性 就是說佛未來應該要得 應該會得嘛 對不對 那佛已經成佛了 所以 所以應該不能講當得 能夠講佛的時候就已經不是當得了 然後他順著說 只要有心就可能可以成阿諾多諾三 那佛也是有心啊 那應該當得阿諾多諾三 那這句話能不能成立 對 那眾生雖有心亦非當得 活有心更會當得即是無性 要是這樣的話 那麼佛應該也無性 因為佛不是當得 所以應該叫無性 對 這個問題蠻好玩的 然後我們看他怎麼來回答 其實經裡面本身就已經 把剛剛的問題就已經 減別掉了 就是說不是這樣的混淆 他因為經典特別談到的是 眾生有心不包括佛 佛已經成佛嘛 眾生有心所以不贏佛 是不一樣的 你把它混淆了 混淆了 對 是啊 那為什麼叫眾生呢 處處執著 處處流轉於三界而受生 當然就叫眾生 對 那流轉於三界的這種眾生 只要有心的話 那一定能夠成佛的 並不是指佛有心當得佛的這個意思 第一個問題比較簡單 那第二個問答題的話 就順著前 我們在講死教的問題 若病有性 如何建立無種性的無性眾生 沒有佛性眾生 宗教的話 從真如性來講 眾生都可以成佛嘛 眾生都有佛性 對 那要是順這樣的話 那前面的死教立了無種性的第五種 沒有佛種性的這個 不是 為什麼 可以這樣立 對 如何建立 所以這個就說明了 其實宗教的觀點 事實上跟死教不一樣了 死教是有一種沒有佛性的 那這邊恰恰相反 所有一切眾生都有佛性 他問的問題就是說 這樣的論點 你主張這樣 可是跟前面這個 不是互相矛盾嗎 對 互相衝突了 要是前面對你這個就不應該這樣 要是你對他前面就不應該這樣 所以他等於用這種方式來論 那回答的話 他就引用了保性論跟佛性論來談 對 對 這個論是指像保性論 佛性論這一些 對 那像保性論的話就提到這樣一個看法 他說 一向說產題無內盤性不入內盤子 就是說有些經論的話講到說 一產題沒有內盤性也永不成佛 沒辦法入內盤 此意迎合 實際上保性論引用到像一般有這樣的說法 但他認為說 唯一誓顯棒大聖因者 就警告那些棒法的人 所以會強調你這樣的一種 誹謗三寶等 本身事實上就是一產題 就永不能成佛 永不能入內盤的 這個是一種教化的一個作用 就是說有這樣一個主張就是 有一產題不能成佛 這個是為了防止眾生去毀謗三寶的這個部分 所以做主事說 並不是說一產題沒有佛性 不是 此名何益 為什麼 唯一悔轉 毀謗大聖者 也就是說大聖佛法 棒三寶的這個本身 所以特別去強調說一產題沒有佛性 目的就是要希望你不要去毀謗 對 影像的這個 影像你去寫這個活法的正確 所以唯一悔轉 毀謗大聖心者 依無量實故作如是 所以因為你毀謗 所以特別特別有一種警告鞭策的一個 說一產題不能成佛 並不是真的沒有佛走性 等於透過一個教化上 透過你的行為上 教化上說 你這樣毀謗大聖法的話 三寶的話 本身的話 就等同於一產題 永不成佛 永不入內盤的這種情形 它是用教化的一個情形 以比十有的情形 實際上這只是為了讓你 避免你本身去謗大聖法 謗三寶的這個問題 並不是說你沒有 實際上你還是有的 對 是這樣 所以他講沒有是一種防止的一個作用 避免你去毀謗佛法的這種情形 那佛性論裡面 也有這樣的一個說法 類似的說法 他講到說 在佛性論的話 他設問答題 他就講到說 若而迎合佛說眾生不住於性 永無佛內盤 這也就是一般常常 就是一些論點裡面講到說 一些經論裡面講到說 眾生不能成佛的問題 有一類眾生不能成佛 然後他的回答 這個有點類似保性論裡面的一些看法 他有這樣回答 也就是都用警戒 警戒的一個作用 避免你去棒法的這些問題 他說 若曾被大勝 被的話就是誹謗 違背大勝法的這個情形 就叫一禪題 所以一禪題是棒三寶 照五間地義等這些 所以都有一種叫化的作用 避免你去做這些不好的一個行為等等 違令眾生舌持法 也就是避免你去做這樣一個辦法 對 所以的這種情形 所以才說一禪題不能成佛 並不是說一禪題真的沒有佛性 一禪題還是有佛性的 對 若墮產體因移長 長夜時輪轉不息 因為真的 以這樣墮入一產體 棒法這種情形 其實是在一個漫漫長長的裡面流轉不息 當然時間會很遙遠 對 那因為這麼遙遠 而且要防止你本身棒法 而造成你流轉一三件乃至二途等 這一些這麼漫長的一個受苦 所以他才做如是說 防止你做這種不好的一個行為 棒法這種情形 事實上會 可能這五無間義裡面 本身流轉受苦的時間非常的漫長 所以才採取這樣一個警戒的一個作用 說一禪題沒有佛性 也用意在於不希望你因為因此辦法而流轉於二道 然後長時間的流轉的痛苦中 所以等於教化作用 然後避免你這樣的一個苦海中的這種情形 所以還是一個說一禪題沒佛性的話 其實還是站在一種教化 然後一種慈悲心的一個立場上來看 因為希望你不要做這樣一無間義辦法的這種情形 而墮入二途長劫的受苦 對 是這種情形 好 那實際上的話 從理上來看 也就是從依真如性來看 若依道理 這個真如的道理來看 一切眾生皆惜本有清淨的佛性 表面上雖然有辦法或怎麼樣 但實際上並不損害你的這個真如性 還是清淨的佛性 但為了免你受苦的話 還是希望你不要棒 所以講一禪題就是還是一種扮演的教化 希望你不要因此的一些作為 而讓自己在惡道裡面長期的受苦受難中 好 所以肯定 譬如保險論佛性論 他引用其他雖然講到一場題 沒佛性論 那都都是在說明他因為 希望避免不要因為這樣的辦法的行為 而墮入無間義等這種痛苦中 好 那實際上的話 從真如法性來說 事實上都有佛性的 都有佛性的 好 對 從真如來看 從禮上來看 那從禮上不是這樣的話 那麼就不能成立了 對 若不得波內盤無有數次 就是說這樣的論點就不能成立了 禮上是騙一切的 怎麼說一場題沒有佛種性 好 事故佛性解定本有 對 對 的這種情形 禮有禮無故 對 連理 這個有無就是我們世間上 那從站在真如的話 他不會落入我們這個有無斷 斷腸見上去 好 那法杖的解釋 對於論點的這些解釋 他有講到 又此論前 文廣 文廣破無性 事實上 在保性論佛性論裡面 事實上有很多的篇幅 事實上都在論破 主張 一場題沒有佛性的論點 也就是說保性論佛性論 事實上是主張一切眾生都有佛性 然後發了很多篇我再論述 有一類眾生不能成佛 這個論點 他是在破的 他是在破的 好 然後乃至到論的後面 這種佛性論等這一些 後面他有提到 三者思同外道 對 就是說有一種觀點就是說 有一定有 沒有一定沒有 這是一種外道見 這種外道見 有不可媚無不可生 此等過失有如邪子 你會落入這種情形的話 就是一種外道見的一種情形 等等 所以無性異生乃至廣色 這個是 只是保障在這邊稍微解釋到 這種佛性論道上 他已經有很多篇幅在論破 那一種一場題不能成佛的一個論點 但並不是我們一般外道見的那個看法 並不是有一定很有無一定很無的這種外道見 因為這些都倒入一個有無的觀念上 真無性的話不是倒入有無喔 不是有無的問題 好 那第三個問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對 因為前面二就已經把那個始教前面的觀點納進來了 一、二都有關係的 所以在一個宗教的問答題裡面 事實上 他不 他不僅是設置於宗教 而是還包括始教 所以 團長會把這兩個放在一起 再做一個討論對比的一個地方 那問答題裡面講到 前始教中 決定所有無性的眾生 就是說有一列不能成佛的眾生 始教我們已經知道 他五個裡面就有第五個不能成佛 那宗教都講 都有佛種性 都有佛種性 那這兩個不是有矛盾的地方 所以他問要怎麼去匯通 怎麼去匯通的一個問題 那同樣引用佛信論來看 他說佛信論有這樣一個說法 在第二卷裡面講到 父有經說 產提眾生 決定無有波內盤 就是一些經論裡面也有提到 眾生不能成佛 那若兒者的話 那現在的話 你說眾生都能夠成佛 那不是互相矛盾嗎 對 那怎麼匯通 所以其實上這個問題本身就在佛信論裡面的問題 就有提到了 那這邊只是把它引用過來 然後匯通的問題 佛信論怎麼來處理呢 就從了意跟不了意來看 所以彼此沒衝突 也是說講一產體不能成佛 是不了意間 因為不合乎真如性聘一切的這個觀點 所以還沒有託 叫做不了意 然後一切眾生都能夠成佛 它是合乎真如性騙一切 所以叫了意 等於以理善的話 眾生都能夠成佛 對 這才是合乎理善的說法 對 然後有一類眾生不能成佛 在理善來講的話 比較不周圓 你只是在扮演教化上的一個功能 對 是這樣 那這個是活訓令裡面 對這個問題就已經處理過的 對 對的這種情形 就是透過了意跟不了意來看 那所謂了不了意就是說 對於這個理它 它是不能夠透徹 吻合 對 那沒有的話就叫不了意 然後能夠吻合這個理 真如性騙一切這個理的話 那當然就是了意 對 好 所以從真如性騙一切 一切眾生都有佛種性 這個就叫了意 對對 那你從教化上來看 有一產題 你為了教化的一個用意 鞭策的一個用意 你說一產題不能成佛 那麼這個在理善還是有所損的 好 那 那因為偏重點不一樣 所以彼此不相違 不相違 那法杖的話對於這個內容 它有在稍微做一個說明 解吟 解吟就是法杖說的 它說 若小聖宗 但佛一人有佛性 宜人皆不說有佛性 這個我們上次很早的前面 在講 這個的時候就已經談過了 出去佛教的話 只有佛才有佛性 因為它是從已經修得的這個角度來進去的 已經修得到了這個角度 佛才有這個部分 好 那到死教比較多一點了 就是大部分人有 可是一產題沒有 到宗教的話 所有人都有 所有人都有 對 所以一步一步的就表現出 其實對於佛性的一個看法 一個不同的說法 對 所以你們去讀經論 會有這麼多 一個只有佛才有 一個是有一類眾生沒有 一個是一切眾生都有 面對這種 面對這種 這麼多 都是 經 都是論 都是這些聖賢者 佛菩薩所講的 為什麼會有這些落差 因為我們眾生來講 就會搞分了 都是經 都是大德 都是賢聖人 為什麼會有這種不同的看法 好 對 剛剛講說其實這偏重點不一樣 對 那從教話上 從理上來說 的確有他一些不一樣的地方 好 那第三個我們已經 法章 法章 講的就是說 他先把前面講過的小聖 特別強調佛才有佛性 眾生都沒有 全部其他人都沒有 那到三聖 大聖之死教的時候 然後就是大部分人都有 漸漸的就跟出去活教這個不一樣了 他講的是大部分人都有這個種性 對 只有一少部分人沒有 就是一產體 對 就是無種性 好 所以我們知道說 小聖跟大聖死教 他們就有差別了 差別很大 一個是佛才有 但這邊只是有一小部分人沒有而已 大部分人還是都有 是 然後 由為前一故 故喜一分無性 無性就是我們講說 有一產體沒有活走性 好 對 由為前一比 就是說 其實跟 跟這邊的一個對比上來看 他只講 一小部分人像一產體沒有 事故論中判為全失不了意 也就還有一小部分人不能成佛 沒有佛種性的話 這個還是屬於不了意 叫 只是一個教化上的一個 三角方便的一個運作而已 所以叫全失 好 好 這個是第三個問題 那第四個問題 第四個問題的話 是這樣講的 對 這樣講就是說 若依宗教 宗教 主張一切眾生都有佛種 這是屬於宗教的一個說法 對 那這樣的話 一切眾生都有佛性 又是依宗教的一個看法 一切眾生都有佛性 那這樣的話 眾生 眾生再怎麼多 鐵定都會成佛嘛 對 那就沒眾生了 是不是 一有中進 那每個人都有佛性 那鐵定每個人都會成佛 那最後一定沒有眾生 是不是 一有中進 是不是之後就沒眾生了 他問的是這個問題 之後是不是會沒有眾生 對 好 對 然後 然後後面 因應這個部分 會不會還有連帶的問題問下來的 對 後面還有很多問題 所以他是一大串的問 問 一大串的問 所以你們賭的時候可能會頭暈了 是一大串在問 然後他問的是怎麼問法 對 因為眾生 一切要是我們利潤上 一切眾生都有佛性的話 那鐵定眾生最後全部都成佛了 那變成沒有眾生了 沒有 只要佛性鐵定當作佛 皆當作佛 到最後最後 對 眾生再怎麼多 最後最後一定都會成佛 那就沒有眾生了 中進嘛 大家都成佛去了 對 就沒有了 然後 那現在的話 眾生都成佛去 那請問 最後成佛的人怎麼辦 就沒眾生過多 那他變成成不了佛 對 對 就是眾生總會都成佛去嘛 那鐵定 那最後一個人怎麼辦 所以他就 若如釋者 最後成佛的人 就沒有對象可以度化了 那沒有對象可以度化 他就成不了佛 對 無手化故 就沒有立他 沒有立他 當然就不能成佛啊 對啊 就是假設 像 主張一切眾生都可以成佛的話 那鐵定到最後眾生都要成佛了嘛 都變成沒眾生了 那要是這樣到最後成佛的人 每眾生可度化 那他就沒辦法成佛 對不對 從這 這樣來推的話 好像很有道理對不對 所以要立一個 他就沒辦法立他 沒辦法立他 就沒辦法成佛 對 好像是這樣的思考 那是不是死掉 為了 避免這個問題 所以要是有一殘體 所以要是有一殘體 有不成佛 所以不斷有眾生可以度化 是不是 他這是反問喔 肉嘛 對不對 要是這樣 那你會發生這個問題 死教是不是 他等於這個比較死一類 是站在死教的立場 來反駁那個宗教 主張一切眾生都有成 都能夠成佛 所以提出這樣一個 看起來還蠻尖銳的 對不對 好像表面上好像 每個人都去成佛 就沒眾生了 那只有成佛的人 他沒有對象可以度化 所以他沒辦法成佛 看起來好像是 所以一定 是不是要設一個 一殘體 有不成佛 然後 可以有眾生可以度化 所以這個問題 這個還在問而已喔 這個還在問 接著還在問下去喔 所以他等於一個問題裡面 針對宗教 然後一大串的問題 一直下來了 然後 然後 接著他 接著問 順著前面 一切眾生都可以成佛 他又提出了第二個問答 他說 又令諸佛立他功德有斷 因為 眾生都成佛了 不要說做人沒有 沒有眾生可以度化 而變成說 我們本來說活的功德 無量無邊無盡嗎 那眾生都度盡喔 那你的功德怎麼會無量無邊無盡 也不能成立了 對不對 對不對 從這來看就會發生 是不是會發生這個問題 他說 如其一切盡當作佛 而言眾生終有盡 一切都當 眾生一定都成佛去了嘛 那眾生盡了以後 那你說活功德無盡 那就不能成立 所以他說 極有自與相為過失 就不能講 活的功德無盡 因為動生都成佛 表示 你度盡了以後 你的功德還是有盡啊 對 以無忠盡者 永不成佛 對不對 好 因為你有立這樣一個論點 所以變成說 活的功德是不是有盡 有盡的問題 那接著又還有第三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的話 他就又提出一個另一個問題 就是 針對一切眾生都可以成佛 又提出了第三個問難 又如一佛度五量人 對對 佛度 一佛可以度五量人嘛 以眾生界有損以佛 也就是說佛度五量人嘛 那 那我們一直度佛 一直度我們啊 那我們的眾生界 是不是就 眾生會變少了 對對 有損嘛 好 那要是這樣 若有見損 對 那最後的話 眾生就度盡了嘛 就沒了 必有中盡嘛 對對 是啊 就是活度我們度一個 眾生也就少一個 度兩個眾生就少兩個 就越來越少嘛 那最後眾生都被度盡了 那這樣的話 就是說 就是越來越少 有損無盡啊 你不能講 那這樣的話 不能講說 度無盡眾生了 對對 因為眾生界最後還是會被度盡嘛 對對 越來越少 那你怎麼可以講 那越來越少怎麼你可以講無盡呢 以理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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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度一個就少一個 那度到最後一定變成沒有 那你怎麼可以講無盡呢 眾生無盡呢 對 對 所以以理上的話 也會有這個問題 對 好 肉無損的話 那要是說眾生界的 活度眾生 眾生界 眾生沒有越來越少的話 那就沒有滅度啦 對對 那有滅無損 以理也不能成立 它是提出這樣的問題 所以等於說 順著只是 一切主張一切眾生 都能夠都有佛性 必當成佛 那麼 因應這樣的一個觀點 它提出這樣三個問難 就是說 最後的人 最後成佛的人 沒有眾生可度啊 所以他一定又成不了佛了 那 那要是眾生都被度盡 到佛的功德就變成有盡 那你說佛的功德無盡 那也不對的 對 那眾生不斷被度 那眾生界越來越少 那佛性會不會越來越多了 那變成有一個增減的一些問題會產生 對 所以針對這樣一個 一切眾生都有佛性的 這樣一個三個問難 對 所以他就 最後他提出這樣的問題 就是說 一如是等道理 佛地論 佛性論 保性論 佛地論等 由此建立 我剛剛練太快了 對不起 一如是等道理 那麼佛地論 佛地論不是佛性論喔 等是包括了像一切實地論 等 就可以建立起 無性 有情 就是有一類眾生 不能 不能成佛 對 那佛地論 一切實地論 就是因應這樣三個問題 所以會主張說 有一類眾生不能成佛 那主張有一類眾生不能成佛 就可以避開以上這三個問題了 就是說 不用擔心 最後成佛的眾生可度化 不用擔心佛的功德有盡 不用擔心眾生界 沒了 對 減少了 這種情形 就是 要是 是不是因為這樣 一如是等到 那要 要 要 是不是 一如上面這樣一個 這樣的情形 所以佛地論 一切實地論 所以主張 有一類的眾生 一產體的眾生不能成佛 就可以避開以上的三個問題 對 你一上諸過 就以上這個三個的問難 這個問題的存在 你只要設定有一個 有一產體不能成佛 那麼不用擔心 最後成人沒佛可度 不用擔心佛 因為都有一產體可以度化 所以就能夠顯示佛的功德 無量無邊 沒有無盡的這個狀況 對啊 那眾生界都永遠 不會越來越少 還是有眾生界 還有眾生 不會 因為減減減少 就沒了 這種情形 他是不是 他問的就是說 要是 主張一切眾生 都有佛性 必當成佛的話 會發生這個三個問題 對 那也因應 可能會發生這個問題 所以佛地論 也因為要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就立了一類眾生 不能成佛 可以化解這三個問題 是不是這樣 他問的是這個問題 然後回答是蠻有意思的 這個回答是 會覺得 你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然後主張有一產體不能成佛的話 會有很多問題 會有很多問題 他的回答就先順 後面回答回去 就是先從第三個問題來回答 若為眾生 有有信過 一切眾生都有佛性 然後並令成佛所有盡 對 就是說眾生都度盡了 那這樣的話 就這個問題 就眾生界 最後都度盡了 對不對 那就沒有眾生了 這種情形 然後他的回答是 是這樣 其實 剛剛的那個 這個 這個問題 眾生界 越來越少 事實上是犯的 增減棒 就是 越來越少就是減棒 那眾生成佛去的佛界 越來越多 就叫增棒 增棒跟你講棒 棒毀棒的棒 增減棒 就是你用世間的有無 來思考這個問題 就是說 眾生越來越少 佛界越來越多 是增減棒 因為眾生本不可得 哪來什麼 越來越少 對不對 他就回應這個問題了 就是說你對於 因緣所昇華 引起星空的這個道理 你還是沒辦法了解 所以用世間的有無增減 來問問題 都會墮入世間的有無的增減棒裡面 好 是 我們來看 他是這樣講 嗯 其實 就是說 四極便於眾生界 其減 減嗎 減 眾生界越來越少 就是減 就是減減 就是墮路 越來越少的那個 減減 也就是可能到最後 就墮路斷媒減了 墮路斷媒減 是 那眾生界既減少 那佛界 就是說 一人 眾生界 一個一個眾多沉火去 那佛界是不是越來越多了 他說這樣的話 進入了 佛界越來越多了這個增 增 增減 對 增減 一個是減減 一個是增減 一個是增減 就是越來越多的那個資減 那這個增 減減增減的話 其實都不是增減 對 都入所謂 增減 增減的這個情形 都是所謂增減棒 好 因為在 不增不減金 本身有這樣講 不增不減 不增不減 設立佛大邪見者 對 對 所謂 見眾生界 有增 眾生界有減 以有無增減 來瞭減 眾生界 這個是大邪見 是一個大邪見 不是正知正見 對 這種情形 對 好 對 為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 設必此境固 立此一類 一分無無性有情 而為不增減 就是你為了 怕 因為你有這個 有無增減見的一個問題 所以 你認為有增有減 那為了這個本身的話 你特定設定了一個 有一產體不能成佛 來避開 眾生界減少 活界增加的這個問題 他說 比中不能離增減見 因為這還是 增入增減見裡面 對 要是你只是因為怕 眾生界減少 但因為 眾生界減少 的這種情形 那麼 這個 而立的 有一類的一產體不能成佛 對 那表示說 這樣就沒有減少了 那這樣其實上還是 增入中 比中 這樣的論點 不能離開 就是說 沒辦法避免 增減減見的問題 就是說 眾生減少 活界增加 這個還是一個增減見 之見的問題 還是 不當的之見 因為 他就這樣講 就是這樣的論點的話 他以筆見 疑 屬有信者 並 並成佛故 對 然後 即便其 斷見 簡見 就是說 眾生都有佛性 最後都成佛 那眾生界就沒了 所以變成 你會 簡見就會增入斷見 對 還是增入一個斷見 認為 每個眾生都有佛性 每個眾生最後都成佛去了 就沒有眾生了 增入斷媚了 眾生越來越少 叫簡見 那眾生最後都成佛去了 就沒眾生 就叫斷見 那這樣的 之見 對眾生界的了解 是不當的 甚至是一個大邪見 是一個大邪見 好 族無信者 不成佛故 即便其 常見 增見 那要是認為 有一類眾生 沒有佛性 不能成佛 同樣還是會增入 常見 就是永遠不成佛 就墮入常見 的這種情形 好 對 以比不了眾生界 實際上我們這樣的知見 用有真有簡的這種知見 斷常見的知見 來瞭解眾生界 事實上 實際上還是不瞭解眾生界 對眾生界還是不能如實的 一個瞭解 好 然後 為什麼 這個就是 就是後面就引經典 引文書 波羅金 來做一個佐證 對 因為經典有這樣說到 一切一吃凡乎 不如實之一法借固 不能實見一法借固 也就是說 對法的一個如實 沒辦法真正的去了解 對 對 真如信 你本身沒辦法了解 所以才會其有真有簡有斷有長的這些知見 這種邪見 所以變成眾生界越來越少 或眾生界一產 你還是不斷的有一產體的 這個還是屬於真跟簡 長跟斷見的這個問題 因為像文師波羅金就講到 假使一佛注釋 若一節 若過一節 一節或更多節 那麼 如一佛世界 富有無量無邊 橫沙諸佛 如是一一佛 若一節 若過一節 作業縮法 心無暫息 各個度於無量 橫河沙眾生 皆入內盤 也就每個佛都度了無量無邊的橫河沙的這種眾生入內盤 可是眾生界沒有減少 沒真也沒減 不真不減 對 就每一個佛度無量的眾生 那一切一切的佛當然所度的眾生就無量無邊 可是眾生界沒減少 乃至十方諸佛世界亦如此 不但此方是如此 十方也是如此 多度無量無邊的眾生 可是眾生界不減少 不減少 一一諸佛說法教化 各度無量橫河沙的眾生皆入內盤 同樣眾生界也沒減少也沒增加 對 何以故 要注意 眾生定向不可得 所以我們會有真有解 我們把眾生固定了 對 把當眾生是死有眾生 實際上眾生只是因緣合合 實際上是無自性的 也就是空不可得的 不是有一個定向的眾生 眾生只是因緣合合 你怎麼把它定死了呢 對 眾生只是因緣合合而已 所以從因緣合合的話就是無自性 無自性的你怎麼可以用定向來了解 有的定向才會有增跟減 有長跟斷的問題 因為你把它固定死了 對 所以鐵定說 眾生成火 一個成火眾生就減一個 然後活就就增一個 這都是我們的知見 因為我們把眾生定住了 沒辦法用緣起性空無自性 來了解到眾生是本無相本不可得 只是因緣合合而已 對 你不能把它定死 那只講眾生像本不可得 何來有增何來有減 然後後面的話有批譽 那我們 我們把它帶一下就可以 我看這個長不長 還好 戴一下好 就是說後面就講到說 說眾生戒有如虛空 因為眾生本無相本不可得 所以有如虛空一樣 虛空哪有什麼增哪有什麼解 假使無量聖神通知者 各個無量劫非行虛空 求空邊際終不可進 虛空不可進 非以不進 因為 不以不進來講 你就不能叫所謂游行 非 對 因為是不進嘛 才能夠叫游行 所以非以不進不明游行 非以游行令得其計 對不對 你不行你也不知道 好 好 所以當之此中道理一而 非以當得令其有眾 不明說眾生都有性 皆當成火 就最後都沒有眾生的 不能這樣來了解 非以無眾說其有無德 對等等 好 有事故出難無不通過 就是以上 以上的那個問難 其實可以 我們可以這樣來化解 對就是 因為你是把眾生 眾生把它定為有這個死有眾生 所以會發生有增有減 那眾生本是因緣合合 無有定向不可得的狀況 所以我們用這來化解 前面的這個眾生增跟減的問題 那我們休息一下 好 剛剛講的就是 並不是說沒有眾生 並沒有一個定下的那個部分 它是隨身的不同 隱眼在轉變 所以哪一個才叫眾生 對 此時 下一時 實際上它都已經在變了 那你要抓此時代價 叫做還是下一時代表 還是再下下一個是代表眾生 那請問眾生像在哪裡 對 就是叫不可得 甚至說 不是沒有眾生 而是眾生像不斷地在變化 它沒辦法固定不變的這個情形 所以叫不可得 不可得 並不是沒有 只是說你要前一戀是老師 還是這一戀是老師 還是下一戀是老師 你們問哪一個老師 然後你們自己問問自己 你們也是一樣 哪一個才代表你 前或戀之間的那種關係 但我們把前戀固定 或戀也固定 所以 我們都把它固定了 所以我們台當會當眾生 那實際上這個是我們誤解的眾生 誤解的自己 所以變 因為誤解 所以我們永遠變成眾生了 眾生是我們自己弄出來的 那你可以了解嗎 因為你的顛倒之間 把它固定了 所以你才變成這樣一個眾生 固定的眾生 實際上眾生本 只是因緣合合 沒有實體 所以再無定一項 所以叫不可得 但你不這樣了解 你一直把自己定住的話 你就永遠都在當眾生 所以眾生是自己 不是人家家給你的 是你自己把自己固定住了 你不了解到 眾生只是因緣合合 沒有本無定向 本無定向 本無定向並不是沒有 他只是 他不斷地隨身 永遠在變化 前戀後戀都在變化 所以你說哪一個是你 哪一個是真的是我 等等這一些 你可以這樣來推敲 那有時在一個殘關思維上 他就會關到前戀後戀 到底哪一個才算 關到最後是前戀在哪裡 後戀在哪裡 前戀後戀都抓不住 那到底誰是我 對 前戀也不可得 後戀也不可得 那我們只是 由前戀貫穿起來 以為是我 實際上誰是我 你再問啊 你去問啊 也許有一天就誤啦 對不對 這個沒那麼簡單的啊 至少佛陀在普利蘇下 也苦行的六連嘛 對不對 哪有那麼容易的 而且我們所以說佛陀知識 又比我們好多倍啊 他都要苦修這麼久 然後我們哪有問兩下 我們就 就得到了 從這比來比的話 我們就知道說 我們 會有一種不當之間 是很正常的啦 把自己當成定向 把別人也當成定向 把世界也當成定向 所以都定住了 對 這是違背引起 所以才會變成三界 才會變成眾生 好 那我們看前面的那個 最大串的問題裡面的第二個 也就是主張一切眾生都有佛信之禍 那佛的立他功德就有禁的問題 這個一個挑戰 然後他回 因爲前面這個問題嘛 就擔心說 佛這樣就眾生都度禁 那佛的功德就有限了啊 就不是無禁啊 那這樣 所以要立一個一產題 可以讓佛不得的度化 這樣的論點 他怎麼來回應 這樣的論點 因為你這樣的話 的一個論點 因為你還是透過一個有增簡的 一個有無的觀念上去了解的 所以會發生這個問題 那對 那或者的話 像這樣的問題應該不會發生的 所以他講到說 四極令比諸佛但有變化立他功德 一極斷比隨他受用諸功德等 以無菩薩正諸地 因為我們用這個有無上來看 所以又化他中 亦但有諸斷媚比系 然後一斷夜系嘛 所以那邊 以無一人得二聖無若故 對 那就後面還講到說 又今以後諸佛 無有一佛得收三聖等教法 因為這樣的話 就是變成 就是沒有再演說三聖教法 那這樣以無得聖機故 所以斷出佛同體大變 這種論點就是 還是剛剛類似我們前面的那個 有無增簡的境 才會發生這個問題 就是說 佛的功德有盡了 這個是 所以其實這樣這個問題 事實上還是落入一個 有無增簡的問題才會發生的 或者應該不應該發生這樣一個問題 好 那第一個問題的話 就是說擔心到說 最後成佛的人 沒眾生可以度化 所以就成不了佛了 對 就沒眾生度化 所以要立一個異產題 異產題永不成佛 所以不用擔心到 最後成佛的人沒有 沒有眾生可度化 那這樣的論點的話 其實我們來看 你為了這個避免的時候 最後成佛的人沒有眾生可以度化 所以立了一產題 這種情形 所以我們來聽一下好了 若定意味 稀有性 就是說 像宗教主張 一切眾生都有佛性 那眾生之後一定都會度計 都變成 眾生界就沒有了 恐罪或佛 就沒有眾生可以度化 就切立他行 互立 有一產題 的論點 這都是 那他怎麼來反駁這樣一個論點 他是說 其實 會有這種問題產生的話 會發生在於說 蘭比霍佛 終於立他行不圓滿 因為你是擔心這個 所以擔心佛功德不圓滿 以其手法無依有情得盛果故 是啊 就是 但佛菩薩惡立之中 其實以佛菩薩的話 他是以立他為作 何有不利一人得盛果 就是說最後 就最後的人成不了佛 這是不可能的 對不對 不可能的 而自己先去成佛了 對不對 要是佛菩薩的話 他本身以立他為主 那要是說 你都先跑去成佛 那最後的人 沒有眾生得到成不了佛 這個不可能啊 而一自身得成佛 就是說 你自己先跑去成佛 然後留下最後的人 沒眾生可能都要成不了佛 這一佛菩薩的悲願來講 是不吻合的 是不可能發生這種事情的 怎麼可能 我先去成佛 然後留下人 最後的人成不了佛 那這個更有為菩薩的立他悲心啊 那是不可能發生這種事情的 對 所以 對 因為諸佛菩薩的話 都發世弘願嘛 對 一定都 令諸眾生西當成佛嘛 對對 不可能是自己先成佛 然後留下一個 有眾生不能成佛 那這為佛菩薩的本宴啊 對對 事故令得 對 一定讓眾生都能夠成佛 不可能說 留下人不能成佛 我自己先跑去成佛 故本宴不虛嘛 因為你要是說 你自己先成佛 然後有人不能成佛的話 這有為菩薩的本宴 有為立他的精神 對 那你這個成佛就怪了 對不對 事實上就怪了 所以 所以眾生界不可敬啊 故本宴不斷啊 眾生界哪是 眾生都有佛性 然後眾生界就變少就沒有了 是不可能的啊 所以同樣的話 因為眾生定向本不可得 同樣所以眾生界不可敬 不斷地隨順地因緣上 還是有眾生 那佛菩薩不斷地有眾生可以度化 對 所以你用有無 增減的方式來了解 事實上 是 是你本身的顛倒見 對 對 眾生界本無盡啊 或菩薩怨本無盡啊 無盡啊 哪有什麼增什麼減的問題 是啊 是你的顛倒見造成的 若不而者 一定 我們不能講說 本宴無盡嘛 對對 那你這整個的 宴無盡的話 那就變成空化了 變成空化了 那西形成佛 你成這個佛也是假的啦 不應理嘛 對不對 眾生界本無盡嘛 定向不可得 眾生界無盡 眾生界無盡 所以諸佛菩薩 艷麗無盡 艷麗無盡 所以諸佛菩薩功德 無量無邊 對 那我們剛剛前面的問案 都掉 掉入我們的一個 有無增減的一個大邪界裡面 所弄出來的問題 以理不合 以理不合 對 並不是用這種方式 好大家可以這樣了解 也就是說你弄出來的這個問題 其實是站在眾生的一個 知見上來看的 所以 你 有一類的遺產你不能存活 是比較站在眾生的 這樣一個知見上的一個問題 來看待這種情形 也就是說你剛剛的問答題的話 是站在眾生的立場 來解讀這樣一切眾生都可以存活的問題 是你自己本身的 有問題 並不是這個有問題 大家要檢卑一下 對 不能是你這樣顛倒見 然後說要設定一個 有一類的眾生 不能存活 所以能夠顯示 最後有活可以渡 然後活功德可以無量 然後等等等等這些 這就是我們自己本身 知見發生的問題 才產生出來的 好 所以從以上種種的一個論壞 來看我們知道說 事故 稅益 避上諸師 你為了避免剛剛這三個問題 對 諸上諸師嘛 就以上這幾個問題 然後特別設定了一個 有一類眾生不能成佛 那實際上還是可能問題漏洞百出了 不會比過環墮此中 對 你會又發生另一個問題 事故 無性 立無性一產體不能成佛 不是就盡了益 只是一種教化上的一個方便的一個 手段的一個使用 以理事實上很難成立 很難成立 對 那你用剛剛的幾個三個問答的 顛倒資見來執行那個 這個的話 其實是我們自己本身知見的一個問題 好 那第五個問答題是 在於說 這樣問的 呼論總性必是有為 對 必是有 就是從作為上來看 對 這個就比較屬於從 剛剛講的使教 或出取佛教的一個看法 從作為上 尤其是指使教的部分 那怎麼 宗教可以用真如來談總性呢 對 就我們談佛性應該是從 我們的作為上來看 但 可是宗教的話 它是從真如性的這個理來看 怎麼可以這樣呢 他回答是 好 這個一次比較偏重事 一個是偏重理的立場 所以偏重事項的話 有為的這一部分 就是使教 偏重真如這個理的部分 就是宗教的一個主張 那以這種偏重點的不一樣上 這個偏重在作為上來反駁 就是那個偏重在理的這個立論 他就講到說 其實真如的話 是隨緣以染合合成為本世 對 所以幾筆真中有本結無落內心終生 而反流因是得總性 為什麼眾生都有佛性呢 他的立論就在於真如是隨緣的 對 所以真如所有我們的迷惑顛倒 來成為我們自己本身的眾生 所以基本上我們在迷惑顛倒中 事實上我們還是有真如這個東西 真宗 真如這個東西的一個本覺 就是我們的一個本覺 覺性的這個東西 無落性的這個東西 那因為我們本身還是真如 雖然迷惑了 但基本上我們還是有這樣一個真如的這個東西在 那以我們本身還有這個東西 可以心我們迷惑顛倒的眾生 所以我們就有機會逆流回去了 不會順生死流 所以從這一點來看的話 就是說眾生都有佛性 就是因為我們都有真如性 好 那這種我們的這種真如性 像很多論都有提到 像真諦所譯的社論 就講到我們的阿賴也是有解性 解性就是指的本覺之性 本覺之性 只是當時的真諦翻譯叫解性而已 就是指本覺之性的意思 好 那起性論的話就直接用本覺了 他說起性論中說阿賴也是惡意中有本覺性 就是阿賴也是他有生妹跟不生不妹 所以有這樣一個覺性在 對 所以等於說都在說明 真如隨緣 也就我們眾生本身雖迷 但我們都還是有真如本覺的這樣一個 解性也好或本覺性也好都在的 那也因此我們透過這個 所以我們本身可以逆流回去 對 一切眾生都有佛性 一切眾生皆當成佛 的一個基礎所在 就是因為雖迷但都還是有真如之性 本覺之性 好 那這個的話其實在很多論點裡面都有提到 我們先把其他點掉 我們來看先點掉 看相關的一個起性論保性論 對於我們的一個真如本覺之性的這個部分 是 好 對 那 是啊 也就是說 像其中講到 如來賬祭族無弱 無弱功德 然後我們本身就有這樣一個無弱性 本覺性 所以這個東西常會來欣欣我們 所以變成我們的成佛之音 因為本來我們都是有真如性的 真如性的這個部分 是 那保性論呢 他有講到 幾筆真如性嘛 對 真如 我們剛剛講到 宗教他是立在真如的這樣一個觀點 所以主張一切眾生都有佛種性佛性 對 然後也談到說 如 另外也談到那個像六根寄精嘛 就有這樣講 就是 說六根如是從無死來就盡 就盡諸法為體 等於這個就是我們以這樣一個真如性 作為我們的一個體性一樣 那法戰的話 有稍微解釋一下 其實真如的話 他是騙一切的 不是只有友情而已 不是只有眾生而已 真如通一切話 也就包括了山河打地 花草樹木 那在宗教的話 他把 真如他局限在 有情一切眾生 把 非情就是 山河打地 花草樹木 把他剔除掉了 這個就形成宗教的主張 宗教主張 一切眾生 有佛性 對 依真如 主張一切眾生有性 可是他不包括無情 非情就是指 山河打地 花草樹木的 氣勢間的這些部分都是 雖然立基於真如 可是他 他是有篩險的 剔除這一部分 然後只保留眾生 一切眾生而已 有情的這一部分 有情是指一切眾生的意思 相對比 非眾生的部分叫無情 對 那實際上真如是包括有情跟無情的 對 這個就形成宗教跟原教的看法是不一樣的 好 然後 對 因為他特別極限在有情嘛 所以依真如 可是他極限在一切眾生 不包括花草樹木 所以針對眾生的這個六根出來說明 對 有這樣一個真如本節之性 其筆必盡真如之離嘛 以為眾生 就是依真如來立 一切眾生 都有佛性 但不包括無情眾生 對 無情就是花草樹木等這一類 只針對我們眾生界來說而已 所以他還是有他的極限 但已經講到一切眾生都有佛性 那已經很不簡單了 可是還要講到花草樹木都有佛性 對 講榮亞 但我們要接受很難 對不對 因為我們沒辦法理解 對 所以針對我們沒辦法理解 我們沒辦法接受 所以宗教教授要把這個部分剃除掉 也是眾生要接受這個觀念 很難堪持 很難了解 很難堪受 所以為了 因為我們沒辦法了解 沒辦法堪受 只要把這個部分剃除掉 所以還是有關係的 對 然後 死教的話 為了 邊側你 精進 邊側你不要棒 棒三寶 棒大聖 所以說 有一類的 一產體不能成佛 都才是為了眾生而失色而已 然後接著的話就講到 此以與其所說明同 但彼也使教 與其比較偏眾 五種眾生 五種說法 就是第五種就是一產體不能成佛 一產體不能成佛 那為什麼這樣呢 它是比較偏眾在四 以理救世 以理從事 就是說 不是依真如這個理 而是依現象上來 作為上來說明 所以這種說法算比較粗的 粗相 好 所以就視而明 眾生有佛性嘛 你有做才有 可是一產體沒做 就等於沒有 所以比較偏眾在四相 作為上來看 那這種說法的話 還是比較粗的說法 我剛講比較不了意的 好 對 所以地詞經 地詞經也是 早期南北朝的時候 一切詞還沒有出來的時候 的一個 的那個叫善界經 地詞經 都是屬於一切詩地論 相應於一切詩地論的內容裡面的菩薩地 對 所以當時都雖然沒有一切詩地論 可是有類似於一切詩地論的菩薩地的內容 這些就是 所以當時南北朝翻譯 地詞經 善界經 善之詩的就是菩薩地 種性出向 我與類說 所以他 在地詞經裡都講到說 講菩薩種性這個出向 只是類類說而已 對 這五種性這些等 事實上 好 不是究竟說 不是了欲說 只是類類說 初初說而已 好 那至於宗教呢 宗教像保性論 主張一切終身都有佛性 這樣的一個情形是比較就理而說 不會受到現象的一個極限 所以以室重理 那死教的話是就事而說 就事而說 比較不是依理而說 一個是就事說 一個是就理說 以室要 現象的話要依理來做平亂 不能只是要就現象上 可是死教的話偏重事項作為上 不是依理而說 所以以理去救於室 這個是把室導向以理 所以相對來講 比較深細 救理而說 比較深細 就表現上 事項來看就顯得比較粗 是這樣來看的 故救真如 理就是真 這個真如就指了那個理 不受限於事項的作為 來評判眾生有沒有佛性 對 那以事項的作為來評判眾生有沒有佛性 這個是死教的看法 不極限 不受事項的一個作為來看 而是針對真如這個理來看 所以主張一切眾生有佛性 這個叫做屬於宗教的看法 所以顯得比較深細 因為比較細的 從作為表面上 有沒有來定這個真的比較粗 從現象上來看 那從深一層的那個真如理來看 就看不到 所以叫比較細 一般人要理解這個就 比較更深細了 那要了解到花草樹木都有 那更細中之細了 細中之細 所以 因為從理來說 從真如性來看 所以佛性論講說 其實眾生都有自信 情淨心 對自信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道地 好 那我們來看內盤經 內盤經也講到 他的佛性是就理所耶 所以叫第一空 對對 那第一空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智慧 對 所以內盤經有講到佛性是第一空 是中道 是什麼 這個就是就理的時候 可是內盤經 他就是稍微比較複雜 所以他也有主張 一切眾生都有佛性 可是又有剛剛一些 一產體不能成果的問題 就兩個東西都有 好 所以我們知道說 其實宗教的話 比較從真如性 也就是本節性 來看 來談佛性的問題 然後這個是種性的問題 對於性種性的問題 然後這一次的話我們來看 那有關於习種性呢 異從不能離開真如而有习 還是不離真如 對 的這種情形 所以像社大論就有講到 我們會有多聞心習 都來自於哪裡 五種節性裡面的最聖 最親近的真如法界所流出 對不對 我是不是有講 大言禁字 成熟禁的廟觀察者 還有平等字嗎 這個四種 然後後面還有這個 前面是我們本身去修來成就的 這個是本來就有的 就叫 對 所以我們多聞心習所成就的 這些都從這邊流出來的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 剛剛講的真如性 真如性 好 所以種子會喜的話 都還是不離開我們這個 最親近的一個法界 真如性的這個東西 好 然後再來的話 其心有講到 真如 這個真如性 真如體 向二大為因 也就是說我們秉的這個真如的這個 二大體向二大 就會這個靜緣 乾淨清淨的這個來欣我們眾生的迷惑頂倒 所以我們會轉回去 然後等等 然後真如的體向來欣我們本身 然後再真如的用大為外延 所以有內有外 然後一以無敏然法合和故 三大內外從心 就是說我們是秉持這樣的一個真如 只是細分就 起身來講就是有三大 用體向用來解釋真如 那以這樣的真如的這種體向用三大 來的一個內外欣喜 我們眾生本身的一個迷惑顛倒 所以我們會有機會成我們會成佛是這樣 因為我們都是不離真如 以欣喜利固 無敏就無敏盡 敏何不二為之 就是說當我們這種真如本身的 本身在心我們的時候 心到最後我們本身 妄想顛倒的這個無敏 就不見了 因為妄想顛倒本來就不死的 是虛妄的 那我們不知道 我們把它當成一直以為死 那就要透過這個道理 真如性這個道理來轉我們本身 對轉我們的迷惑顛倒 那到我們的迷惑顛倒 已經轉就是 敏靜的時候 對然後整個我們已經那個道理 就吻合在一起的 敏何不二 整個現出來的是什麼 其實這樣是不可說 勉強給它叫一個名字叫真如 對 所以大家不要以為 再有一個東西跑出來 那只是在強而為民而已 所以以其身來講 你不要把真如 了解出再立一個東西出來 真如不是在設一個東西出來 只是給它一個強而為民的東西而已 對的這種情形 真如並不是還要再建立一個什麼東西 它只在說明 呃我們的一個顛倒 妄想不見的時候 對的這種情形 然後氣 然後氣入真如 這我們感覺叫唯有真如 所以能且已經講的話 你達到無名進的時候 到那個進地步的時候 唯有如如至如如進 這個如如就叫真如 對真如不是在立一個東西 但你不能用希望顛倒來了解它 它不是希望顛倒所以叫真嘛 對 但也不是在創一個東西 所以叫如 大家可以了解 這是啟心路的解釋 不再希望顛倒 所以不要用我們的希望顛倒去瞭解真如 以為真如在創一個東西 那都違背真如 真如代表它不是希望顛倒的東西 跟我們原來的希望顛倒 事實上是不一樣的 不要用希望顛倒來了解真如 當然也不要用我們的希望顛倒再創一個真如 對 真就是不是希望顛倒 如就是不是在造一個東西出來 那到底是什麼 那到底是什麼 如人銀水能亂自知 末會自知 好 這個 因為這個已經不能說的了 對 所以楞潛講到如如智 如如盡 就是如盧 一切都是如盧 只能這麼說 對 那剛剛講到了社大論社論所講的那個 最親近界等這一些 事實上就是如盧的意思 這個是不能說的 這個非言說的東西 所有的元潛 那都還是隨元潛的一個表達而已 所以到這邊不是元潛的東西了 所以社論一般講也是蠻重要的論點 但都已經講到這一部分了 不能說的部分 也就如如的這一塊 大家好好去瞭解 因為不依語言文字的話 文字剝落我們沒辦法學法 可是依了以後呢 又弄出更多的問題 真的 真的還挺麻煩的 因為真如本來就 不是在立一個東西 可是我們看到有真如 就以為又跑出一個東西出來 其實不是 如就是不是在立一個東西 對 那真子在描述 他不在希望顛倒而已 所以我覺得其實那解釋還蠻好的 就是不在希望顛倒 但也不是在創一個東西出來 就叫真如 也叫如如 那是修選的禁忌 所以我們真空講叫行進行進 對 就是到真空觀裡面敏捷無際觀的時候 整個彰顯出來 不是空也不是有 對對 就叫行進 對 那你在起心動戀在分別到底是什麼時候 都是往前顛倒 多乖正體 吃於正戀 好 然後 欸 好 可以再帶一下 遁教 對 因為在大聖法裡面有始跟蹤 這個是有始至蹤 就是一個建教的一個風格 建教 然後這種有始至蹤的話 他是依言說而說 所以是源泉之教 對 剛我們講到罪聖真如 他離源泉了 遁教就比較屬於這種觀點 好 遁教的話 他比較表現出來的是 直接就真如 離源泉來說 前面 前面的宗教的話 真如是依源泉在說 對 眼前 是 那這個是離源泉講真如 好 所以我剛剛講的那個楞且經就是 比較屬於頓教的 唯有如如嗎 如如盡如盡如盡 一切是離源書香的 對 對 因為從真如來看的話 就是離源泉 那從這點來看說 眾生有佛心 但他以離源泉的方式來表達 來表達這個道理 那宗教的話 他是依源泉而說 兩個對比是不一樣的 一個依源說 一個是離源說 對 那起身有講 離源真如嗎 依源真如 對 宗教是依源真如 那頓教的話就是離源真如 這個不 以離源的方式來表達真如 對 是啊 那既然是真如的話 只是用離源方式來表現 所以還是一切眾生都有佛性 對 那直接從真如切入的話 就不再分什麼性種性 喜種性 都是真如而已 都是如如而已 那分這個性啊 喜啊都剛剛講 都比較從作為上來看的 那這個直接從 從真如 尤其是又是離源 這個部分 所以根本不再分什麼性啊喜啊 這個對比跟前面的使教 又差別很大 對比宗教 有共通 但是它是以表現離源的一個方式 為什麼 因為一切法 無惡相故 一切法只有如如無有惡相 對 所以當然就不會再分信息的這個情形 好 那相關的經典應該也不少 那這邊引用到 諸法無行經 諸法無行經來講 銀河是 是 是 靈為總性 那文書是立 以 一切眾生皆是一相 一相就是真如的意思 必盡不生 必盡不生 對 離諸 名字 以 我們講到一啊 多啊 實際本不可得 對 達到這個地步 這個就叫真如 從這個本身來講 事實上 也就是我們的活走性 就是唯有一相 對 唯有一相 那這一相不是還有一個叫一相 只是我們剛剛講那個真如而已 就是 方便上就叫一相 更不用說定相了 對 定相都是我們之間的問題 對 眾生本是真如 本是如如 對 所以所以 所以有時候叫他一相 叫一位 好 那這個 如如 一相 上就是指的 不生 所以我們剛剛談到就是說 從理上來講 眾生定相 不可得 對 你認為有眾生定相 上就是一個顛倒劍 對 實際上的話只是 無有定相 因言何合無有定相 所以叫必盡不生 不可得 對 所以叫一意不可得 定相就會落入一意 實際上並無一意 這種情形 所以叫不可得 那以這個本身來說明 眾生 火性的問題 只是他透過禮言說的部分 禮言說的這部分 禮言說相 應該細分的話 禮言說相 都不相應 好 這個 所以整個在這邊的話 就關於大聖佛法的一個佛性觀 就處理完了 對 就是一個大聖之始 大聖之終 那大聖之始 到大聖之始 是屬於建教的部分 而且禮言說 這個就屬於 禮言說 屬於頓教的部分 所以等於大聖佛法裡面 有元說跟禮言說的部分 一言真如跟禮言真如 那不同的經論的話 當然在一個偏重點會不一樣 好 那接著的話 就是一聖教 也就是一般我們所謂的一個元教 元教 那一聖教的話 又分成同教一聖跟別教一聖 這個我們一開始講五教章的時候 是一個最核心的觀念 因為這個五教章上就在處理一聖的問題 所以叫華元一聖教育分其章 一聖教育分其章 所以首先就建立起什麼叫一聖的一個觀點 所以有北教同教 這個我們在這邊已經發了很多篇幅在處理過了 同教跟北教 那現在的話 在講一聖的時候 也當然就不離開同教一聖跟別教一聖這兩個觀念 也就是說 站在同教一聖的觀點怎麼來看佛心的問題 站在別教的觀點怎麼來看待佛心的問題 也就是說 怎麼樣的對佛心的詮釋是屬於同教 什麼樣的對佛心的詮釋是屬於別教的觀點 那我們來看同教一聖 同教一聖的一個觀點是說 社前諸教意思是說 上面所講的這個小教乃至始終遁教的這些說法 全部都包括在裡頭 然後這樣的一些種種的不同的音源 對佛心的這個樣一個說法 其實都是一聖教之方便 一聖教之方便 對 所以叫社前諸教 的這種都成為一聖教的一個方便 以真的觀點就 以上種種的詮釋 都是一聖教的方便 就叫同教一聖 好 那至於北教一聖的觀點 其實上是這樣的 他就講到 其實上佛性是極甚深的 很難以瞭解 不單眾生有佛性 其實眾生也有佛果 因為為什麼因果不二 對 而且剛講眾生有佛性 已經很了不起了 這邊還講花草樹末都有佛性 對 所以我們看一下 通一聖報 聖報是指我們的有情眾生 一報是我們有情眾生所依以的氣勢間 三合大地 對 所以他 比較一聖的一個佛性觀就是 不單是有情眾生有佛性 無情眾生 而且我們三合大地 我們的一報也都有佛性 對 這種觀點 所以禁三世間 三世間就講 氣世間 眾生世間 四聖結世間 對 包括這一些都是 所以該說一切的理事 解形等諸法 也就是說 這種佛性觀就包括了 真一報 乃至理事解形 所有一切 莫不如此 對 所以騙一切 本來祭族 也就是說 本身的話 我們 我們本身的正一報 本來就是祭族一切法的 圓滿祭族 對 只是米的時候 你不知道 那因為你不知道 所以你以為沒有 但實際上 米的時候 你還是延寂 還是法界延寂 你還是記住一切 不信我們就從這個圖來看 對不對 你米延寂 只是你把自己封閉起來了 當眾生了 對不對 那實際上 你雖然 米把自己封閉起來 可是 從佛法來看 會有這一法是因為 因緣所生完 還是延寂的 用法眼來看 你這一法還是法界延寂 法界延寂 有你這一的時候 全部一切都 以至相應 同時記住 所以米的時候 只是不知道 不知道 你就等於沒有 所以你等於沒辦法用 所以你所硬做的 都是順著你的無名顛倒的迷惑 去作為而已 所以才會流轉於三界 所以才成為眾生 對不對 那諸佛菩薩呢 他跟我們差別 他只是不迷而已 悟了以後 所以他知道 這一法就是一切法 所以一切法 設在此一法中 所以不在米的時候 種種的作為 我們給他一個名詞 就是智慧之妙用 所以一個是 以延起法界來做生死生 一個是以延起法界來大做妙用 就是這樣而已 所以米物差別是這麼大的 但不管米還是物還是延起 對不對 所以從這一點來看的話 哪一法不記住一切法 本是記住啊 然後等到成果才算 那成果才算是叫修德 那當你成果你發現說 本來就是如此叫做修賢 朋友聽到嗎 就是這個意思 好 但你不修就沒機會 自然本來記住 你迷還是記性迷下去而已 就修德也沒有 更不用說修賢了 對 那本來記住對你來講 只是一句空話 只是世間人的那個無而已 空的而已 好 不是 好 從這來看就知道說 華遠講的不只是說 因上有 眾生有佛性 而且 山河大地有佛性 而且不僅是這樣 一切的佛的果德啦 理事戒行 所有一切一切 無不記住 對 就在此 就在你本身身上 一分裂不少 不只是成火的因而已喔 火的果的 智慧得相全部多 你都有 一分裂不少 所以才叫圓滿記住 本來 而且本來就是這樣 本來記住 很難了解本來記住 所以我們要從這個圖來看 一法 迷的時候 一法不是記住一切嗎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啊 那不知道就更談不上用了 但 那雖然不知道 但還是言解 還是法界 還是記住一切 對 或者哪有這一法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啊 所以叫本來記住 那透過迷 所以我們慢慢透過修行 然後把迷或電到 迷近了 或維持來講 就轉世成治 整個現出來就是一個 大言禁字啊 清淨法界 對不對 是這樣一情 是啊 那這好像是修來的 過程中感覺好像在修來的 實際上當你拿到的 你發現的時候 本來都是記住的 不是修來的 但你不修的話 就顯示不出來 所以大家有的時候 本來記住 那我不用修了 那你永遠沒機會 會講這句話 永遠就當眾生去了 永遠就當一餐體好了 對啊 因為你都會去空話 而且用我們世間的顛倒之間 你的顛倒之間 去了解到本來記住 所以會漏空 那既漏空了 就墮入斷媒間 斷媒間當然是走路 一餐體啊 那還有什麼說的 好 所以華眼這個是更深了 所以叫眾信甚深 不單談因 而且因不單談正報 一切友情 還要談依報 一切無情 多有佛種性 不單是談因 而且還要談國 一切的智慧德相 本來就記住 這個很難啦 對 很難 不然我們就把它理解成 變成一句空話而已 一點都不管用 但這個道理就極為深深 總見這個道理極深深 那真的很難喔 是啊 所以 為什麼華言華會上 只有一般講的 就不是無影無故了 我們能夠理解 都是站在我們立場 去了解而已啊 難啊 真的是難 對啊 要到法法會開嗎 對對 那更利的話 在佛羅會就進去了 智慧過在佛羅會進去 佛羅會進不了的話 就要等法法會來開 對 那林三會沒辦法 就等以後吧 就等以後吧 就是內盤會 可是內盤會還是有不行的眾生 那真的要等以後了 這一層一層的啦 對 從經典的描述這些的話 真的好像不是那麼的容易 對 那剛剛我們只是稍稍細說 後面還有廣廣 還有會講很多的 隱正 隱正還沒有 對 好 這好像被我跳掉了 這個已經講完了 然後隱正的話 因為華言經就這樣講嘛 對 菩薩種姓聖身廣大 以法界西空等 法界有多大 就是我們的佛種姓 法界有多生 就是我們的佛種姓 所以叫聖身廣大 對 華言講的聖身廣大 對 就是我們本身的種姓 從 嗯 十柱啦 十 十地啊 等等都對都談到 這些都是我們集聖身的一個佛種姓的一個東西 是啊 那 後面的話這邊比較短我們講到說 五位 五位就講到 十柱十行 十回向十地 對 等等這一些 好 然後本身具有這樣一個聖身廣大的菩薩種姓 六結定子 然後就是簡單來講就是菩薩種姓的意思 對 然後以因果 因果不二嘛 所以唯一姓故 就是我們的佛種姓 好 那這一部分的話 比較先帶到這裡 因為後面的問答題 就會比較多去論述到這個一勝種姓的一個觀點 還蠻多 應該蠻多的內容 應該 對 這一部分我們就等 也不算很多 只是說 呃 不但論述完之後 還要把回顧到前面所談到的整個又中和的一個做論述 所以這一部分的話 就要等到下次 因為今天趕不了功了 對 那我們就講到這裡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